第161章独帅出手 黑剑门那几个长老徒决心中一朗 正要开口怒到些什么 此时原本欲开口的话语应生生在口中止住 感觉到话音的来源 黑剑门之人目光这才注视到了陆少游身边那脸色惨白的老者 此时这老者却是一股杀气弥漫 冰冷的目光扩散 背着目光一钉都让人直冒冷汗 陆少游浅浅一笑 催魂独帅东吴命 本来就是生人物尽 也绝对是嗜血之徒 心狠手辣之辈 自己能够和他有些交情 也是因为在他重伤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否则的话 自己又怎么请得动这老毒物加入小小的飞灵门中来 感觉到这一股冰冷气息 原本神情暴怒的前霸天突然面色大变 怎么也没料到飞灵门会突然多了一个不知名的高手 这黑袍老者眼中杀气丝毫不做遮掩地望着自己 更是心中惊惧 从气息上来看 此人实力绝对极其强悍 注视着催魂独帅东吴命 前霸天却是突然开口道 不知这阁下高兴大名 我黑剑门前来飞灵门 不知是否影响到了阁下 若是如此在下立刻告退 在前霸天的心中 此时已经极其看重这黑袍老者 此人实力极强 要是插手飞灵门的事情 怕是自己讨不到半点便宜 而此时听到前霸天的话 飞灵门连同黑剑门所有的弟子等人也都是大感诧异 这前霸天一直是飞扬跋扈 没想到现在对这黑袍老者说话确实恭维得很 竟然是要到了避让的地步 当然 黑剑门的一众长老 此时也是能够感觉到这黑袍老者身上的气息 此人绝对是极其的难以招惹 哼 崔魂独帅东吴命一声冷笑 随即道 我今天加入飞灵门 你们就来捣乱 诚心和我过不去 那我也只好和你们过不去了话音落下 崔魂独帅东吴命缓缓上前朝前霸天走去 看着崔魂独帅朝自己走来 前霸天脸色大变 顿时说道 阁下误会了 第一我不知道阁下今天加入了飞灵门 第二 实在是飞灵门抓了我一个弟子 我这才前来讨要一个说法的 绝对不是要和阁下过不去 是麻 抓你一个弟子算什么 竟然飞灵门喜欢抓你黑剑门的弟子 我今天加入飞灵门 就送上一份礼 把你也抓了吧 崔魂独帅冷道 此话一出 顿时黑剑门所有的人脸色大变 就连飞灵门的人此刻都是神色惊讶 这掌门请来的人 说话的口气还真是大啊 你想怎么样 我黑剑门也不是好惹的 大不了两败俱伤 前霸天不由自主为为退后 对这崔魂独帅冷声怒道 两败俱伤 你也配 崔魂独帅宁孝出声 浑身的气息不再故作压抑 一股滔天的寒意顿时扩散开来 感觉到此时崔魂独帅冬无命尽数释放的气息 黑剑门的几个长老和前霸天更加惊骇起来 他们自然是能够感觉得出来 对方身上的气息 对方身上的气息还是一个灵者 阁下别逼人太甚了 前霸天大声说道 哼那又如何 崔魂独帅冷声一喝 手中手印一扬 瞬前空间瞬间一片波动 随即一道黑色的能量光物瞬间在身旁浮现而出 这些黑色的光物随之以一种极为快捷的速度 在上空中化作六道黑色流光 黑色流光悄无声息 却又是带起狂暴之气化破虚空 树道破风声便是骚然响起 速度太快 快得连眼睛都来不及眨 这数道黑雾便是闪电斑暴掠向了黑剑门的前霸天和五位长老而去 树人脸色大嗨 脚下真气泡闪而出 瞬间躲闪 羞羞羞羞羞 六人纵身躲开 但在六人的身后 六个弟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是被这黑色流光钻进体内 瞬间通体一片漆黑 一口黑血喷出倒在了地上 这六个黑剑门的弟子可都是黑剑门的清传弟子 实力在门中也是佼佼者 却是瞬间被击杀 顿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哈哈 好个黑剑门 竟然是用弟子做挡剑牌 催魂独帅冷笑一声 随即雄魂气息骚然冲天而起 身影瞬间暴视而出 冰冷的双眼中 泛着难以掩饰的阴冷森然 一道黑色掌印直接对着前霸天拍出 大家和飞临门的人拼了 一起上 前霸天见到这神秘强者攻击向了自己 顿时大声说道 手中手印凝聚 周身争起暴涌而出 一道全印呼啸拍出 黑剑门的中的人微微犹豫了一下 随即纷纷拔剑而起 朝着飞临门众人直扑而来 按五个长老却是有着两个帮着扑向了催魂独帅而去 剩下三个分别扑向了黄海坡 周玉后和正英三人大家迎敌 陆少游大喝一声 脸色一沉 手中一道开山掌凝聚 轰然席卷响了黑剑门一个八重武士而去 砰 一道掌印 迅速将那黑剑门弟子击飞 陆少游趁机打量着全场 此时飞临门一众的弟子和三位长老也是纷纷出手 只是在气势上 飞临门中的弟子比起黑剑门的弟子相差的不少 小龙 护驻心童 陆少游最近抱起陆心童到了后方 吩咐小龙护驻陆心童 脸色微微一沉 似乎是在琢磨什么 随即咬牙 脑海中 吩咐天赤雪狮前来 吼 后山之中 一道巨大的咆哮声呼啸而出 瞬间一道庞大的妖兽身躯从上空天空而来 一股强悍气息弥漫 正是那天赤雪狮 天赤雪狮的一出现 在场的众人除了催魂独帅之外 就没有人不心惊的 天赤雪狮顿时双翅一阵 拍出一股气流在天空中浮现 这气流呼啸而起 瞬间迎风扩张 顿时就化作上200米庞大 如同一股巨大的龙卷风暴一般 轰然席卷向了黑剑门 中众人而去 天赤雪狮早就是收到了陆少游的吩咐 直接击杀黑剑门中所有人 此时龙卷风狂暴席卷而开 卷起地上一片植被和碎石 如同一个小型的龙卷风暴一般 漫天尘土飞扬 砰砰砰 时数个正在惊骇之中的黑剑门弟子 顿时被席卷而进 身躯卷向半空中 随即狠狠摔落在地 已经是成了一具尸体 天赤雪狮落地 双翅一阵 结斑如雪的前爪上 暴掠出一片锋刃一般的爪芒 一爪划破虚空 尖锐的破风声刺耳响起 爪印扭曲空间气流一般 狠狠落在了两个黑剑门的弟子身上 两人瞬间被爪印撕裂成了碎片 是飞行妖兽 前几天在我们门中后扇的 就是这飞行妖兽 黑剑门的几个长老脸色大变 隐约是看出天赤雪狮 就是数天前他们追的那只飞行妖兽 砰 就在这一刹那间 前八天已经是被崔魂独帅震飞出去 他根本就不是崔魂独帅的对手 呼呼 此时两个黑剑门的长老一左一右 各自凝聚一道强悍能量 攻击直扑向了崔魂独帅 虽然有伤在身 但杀你们几个足够了 崔魂独帅冷恒一声 手中手印凝聚而出 一左一右两道浓郁的黑芒 瞬间暴略划破虚空 对那两个黑剑门的长老而去 黑芒直接撕裂空间 宛如灵蛇出洞一般 庞大能量顿时狠狠对撞 一股能量连依犹如波浪一般 爆炸开去 砰 砰 空间凭空 响起惊雷般的炸响 庞大的能量爆炸下 整个半空瞬间笼罩在了 一股浓郁的黑雾下 刺鼻难闻的气息充斥间 一股庞大能量净数倾泻在 那两人身上 夹杂着一股灵者最为擅长的 灵魂攻击 瞬间两个黑剑门的长老嘴中 黑血喷出 随即全身开始腐烂而死 崔魂独帅魂身是毒 攻击能量中 也是按运夺魂剧毒 同时还有灵者最强悍的灵魂攻击 这两人根本就不是对手 一个回合就被崔魂独帅即杀 崔魂独帅东吴命 甚至是看都没有看那黑剑门的两个长老一眼 便是再次直扑那前霸天而去 手中手印结出 却是一道黑色的浓雾爪印凝聚 爪印暴略间 划破空气丝丝作响 崔魂独帅东吴命眼中杀意斗舍 爪印迅速划出 空间气流直接激荡开去 这一道爪印中 携带着一道阴寒的磅礴气径 瞬间从崔魂独帅的手中爆压而下 一路划破虚空 响起了一连窜的阴暴之声 感受到崔魂独帅这恐怖的力量 前霸天脸色大海中带起了绝对的恐惧 没想到飞灵门还真是有着强者在内 自己就不该来招惹飞灵门的 但此时后悔已晚 对方攻击已到 前霸天手中一叹 一柄黑色宽剑出现在了手中 手印打出 瞬间画出漫天剑王 撕裂空气 席卷长空一般笼罩向了崔魂独帅而去 第162章反抗者死 哼 星级高阶武技 太弱了 崔魂独帅面对着剑王 却是直接无视 爪印之上 浓郁黑雾涌出 剑王遇上黑雾 如同遭受到了腐蚀一般 瞬间消失成了白烟不见 下一刻 爪印已经是穿透剑王 狠狠窥压在了前霸天凝聚的护身钢圈之上 弄弄 前霸天凝聚的护身针气功钢圈 瞬间腐蚀军裂 身躯一阵剧烈战斗 片刻之后终于是经受不住这强悍的力量 随着一道力量爆裂声响空炸裂 身躯轰然重重震飞到了原处在 一道鲜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喷出 脸色缓缓变得乌黑起来 应该是中了剧毒 随即便是一命呜呼起来 砰砰砰 天赤雪是庞大的身躯双赤极震 呼啸而出的气流 再次把数个黑剑门的弟子席卷向了高空 随之重重摔下 兜住手 上空中一声大喝 却是催魂独帅身躯傲然凌空而立 目光注视在了所有人身上 黑剑门中的弟子见到两位长老和掌门瞬间就被击杀 又有着妖兽肆虐 早就是没有了战役 一个个只是喝得屁滚尿流的 黑剑门中的弟子 也没有经历过几次杀戮 此时一个个心中都是在战斗起来 剩下的黑剑门三个长老此时也不得不是收起真气 注视着周围 脸色极其的难看 但却是没有任何逃走的念头 掌门和另外的两个长老瞬间被击杀 他们甚至有那神秘的灵者强者在 他们没有任何机会逃走 刚刚交战 也只是数分钟的时间 却是因为催魂独帅瞬间击杀黑剑门两个长老和掌门而振折住了所有的人 特别是黑剑门 此时个个连大气也不敢出 数分钟的时间 地上已经是有着数十具尸体躺在了其中 非灵门的弟子 有着十数个被击杀 剩下的三十多具尸体 都是黑剑门中的弟子 这其中 却是天赤雪狮所击杀的 混战中 天赤雪狮强悍的力量和巨大的体型 对黑剑门中的弟子来说就是噩梦 至于受伤的人 黑剑门和非灵门都是有着不少 几分钟的混战厮杀中 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黑剑门所有的人听好了 现在有两条路给你们选择 一是死 而是归降非灵门 你们自己选择 崔魂独帅注视着黑剑门中的人 那灵力的目光和冰冷的寒意 让所有人心中发出 我们归降 并没有多少犹豫 一众黑剑门中的弟子 纷纷愿意归降非灵门 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活命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呢 崔魂独帅落在了那三个黑剑门 剩下的长老面前 目光中有着毫无顾忌的杀意 我们归降 三个黑剑门的长老相互对视了一眼 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这三颗是嗜血化骨丹 每一年发作一次 没有解药 就会血脉寸断 尸骨化农凄惨而死 你们服下 每一年我会给你们解药 敢背叛非灵门的话 你们会生不如死 崔魂独帅注视着黑剑门的三个长老 伸手拿出了三颗丹药 三人没有选择 无奈地把嗜血化骨丹服下 神情一片落寞 掌门 你看看这样处置怎么样 崔魂独帅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淡淡说道 第一次称呼陆少游掌门 多谢东老 陆少游道 见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崔魂独帅是血杀戮的同时 也知道了自己以后该这么做 崔魂独帅东无命这样做 更深的含义 只怕是在叫自己该怎么在这股欲中立足 黑剑门的人都给我听着 你们既然归降 那以后就是非灵门的人 以后再无黑剑门 你们若是敢背叛 后果就是死 陆少游注视着所有的黑剑门弟子说道 有了这些黑剑门的弟子加入 非灵门的实力 算是大涨了 见过掌门 我等不敢有二星 三个归降的长老顿时行礼 自己的命都在别人的手中掌控着 他们哪敢背叛 见过掌门 黑剑门一众弟子顿时跪下 一个个心惊胆战的 确实也庆幸自己都捡回了一条命 见到这一幕 就在这片刻时间内 这种变故让所有非灵门的弟子 惊讶的同时 也是所有的弟子都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畅快 从他们进入非灵门开始 非灵门从来都是任人欺辱 一直是坐着缩头乌龟 有人欺负到了门口 也都是不敢还手 所有的弟子从来都没想过 非灵门会有一天能够以如此强悍的态度面对别人 而现在 他们见到了 刚刚的一幕 他们也感觉到了恐惧 同门之中也死了十几个人 在死亡的面前 他们也怕 但在无形中 非灵门今天的强悍 却是给了他们勇气 掌门带来的神秘强者 让他们感到深深的震撼 有着这强者在 还有着掌门在 非灵门以后一定会有希望 他们不用再担心着别人欺辱到山门了 非灵门的这一切的变化 似乎是在新掌门来了后 就开始变化了 不知不觉中 新掌门的强悍形象 竟然已经深入人心 所有的人都是有些激动起来 这时热血开始在沸腾 路少游目光注视着众人 见到刚刚催魂独帅 毫不犹豫的杀戮手段 此时心中也是感触颇多 周身气息顿时扩散开去 这气息极为暴虐 虽然路少游此时才是一中武师 但这气息中 却是夹杂着一股乾隆升空般的气势 让人心中一颤 这气息并不强悍 强悍的这一股气势 乾隆般的气势 这才几天时间 竟然突破到武师了 感觉到路少游身上的气息 催魂独帅东无命眼中金芒一闪而过 从今以后 飞灵门将不再任人欺辱 不管是谁 若是再敢欺辱我飞灵门 那就要死 路少游迎天长道 声音回荡在了飞灵山的山脉中 吼吼 感受到主人身上的一股气势 天池雪狮也是忍不住复和咆哮 声音直穿云霄 回荡在众人的耳中 我等誓死追随掌门 飞灵门中的弟子 此时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一个 两个 随即是一片 最后归降的黑剑门弟子 也是不由自主地跪在了地上 感觉到了路少游身上的气息 众人突然一股豪迈气息在心中蔓延 体内血液受到牵引一斑 开始在体内翻腾起来 只有那黄海波和周玉后两人的徒弟没有跪下 但眼中也都是有些炽热的光芒 在这种氛围感染下 年轻人的心中难免是有些豪意涌动 这小子一点就通 或许我还真没有看错人 注视着陆少游 催魂独帅东无命淡淡难道 现在我有事情要宣布 陆少游收起气势 注视着众人正色说道 众人起身 一个个都是有些激动的看着陆少游 黄海波 你可知罪 就在此时 陆少游注视着黄海波大声喝道 黄海波一愣 随即神色一沉 没想到陆少游竟然是针对到了他的身上 道 我知什么罪 你想做什么 此时 所有的人也都是惊讶地看着这一切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黄海波 你看这是什么 陆少游冷喝一声 掏出了非灵门的掌门应符 掌门应符 是掌门应符 非灵门的弟子 顿时惊讶起来 这掌门应符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掌门应符 真的在你的身上 黄海波惊讶注视着陆少游手中的掌门应符 他心中也一早就有些怀疑掌门应符在陆少游的身上 周遇后 郑英两人也是惊讶不已 疑惑地注视着陆少游 黄海波 你暗算上代掌门 该当何罪 陆少游冷视着黄海波 心中已经是打算一举解决掉所有的麻烦 自己畏首畏尾的 到时候只怕是另外屠生变故 小子 你邪口喷人 掌门一定是你所杀 你说你是掌门的徒弟 这可能吗 你的实力比起掌门也弱不了多少 怎么会是掌门的弟子 分明是你诬赖好人 你才是凶手 黄海波冷笑着注视向了陆少游而去 听到两人的话 所有的弟子无不害然 一个个愣在了原地 好个含血喷人 陆少游在很久前就早算到了这黄海波会含血喷人 冷恒一声 道 我确实不是上代掌门的弟子 这一切 只是想留在飞灵门帮上代掌门报仇而已 可你 却是急杀掌门的凶手 哈哈 你承认了吧 你才是凶手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黄海波冷道 掌门说的是事实 师父乃是被你所杀 你没想到 刘涛和赵清想杀兰婆婆和心童的时候 暴露了自己 你就是凶手 张明涛拉着陆清童上前 冷视着黄海波说道 哥哥说的没错 黄长老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陆清童站在张明涛和陆少游的身边 目光紧紧地注视着黄海波 清童 你还小 你被他们骗了 张明涛 你和陆少游两人联手杀了你师父 谋求掌门之位 这才是事实 黄海波 身上抽搐了一下 注视着两人说道 第163张蝼蚁而已 掌门 这种人 何必和他说那么多 杀了就好 崔魂独帅东无命在陆少游面前淡淡说道 阁下 你还不是非凌门的长老 现在乃是我们非凌门的私事 与你何干 难道你想欺负我们非凌门不成 黄海波注视着崔魂独帅东无命 眼中却是有着巨异 往身后的周遇后 郑英两人看了一眼 缓缓了退后了几步 兴童 你快告诉我 你知道些什么 郑英长老到了陆兴童的身前 看了众人一眼后 对陆兴童问道 郑师叔 我和蓝婆婆被刘涛和赵青师兄追杀 蓝婆婆被他们杀了 哥哥救了我 蓝婆婆让哥哥照顾我 我求哥哥帮我报仇 所以哥哥才来飞临门的 陆兴童对郑英说道 二师兄 兴童不至于说谎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早就怀疑你 你为何杀了大师兄 难道就是为了掌门应符马 郑英站起身来注视着黄海波 陆兴童的话 他很相信 一个十岁的小女孩 死的又是自己的爹 是绝对不会说谎的 何况 他一早就怀疑掌门的死和黄海波脱不了关系 此师妹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相信一个外人 也不相信我吗 黄海波脸色抽搐树下 冷视了陆少游一眼 二师兄 难道掌门真的是你所杀不成 周玉后此时却也是惊讶地注视着黄海波 显得是极其惊讶 陆少游心中一愣 难道陆青不是被黄海波和周玉后一起急杀的不成 二师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今天给我们说清楚 郑英怒道 好 好 黄海波注视了众人一眼 随即道 你们竟然怀疑我 那我走 以后非邻门的事情和我再无干系 黄海波说完 就欲往前而去 陆少游神色一尘 身躯阻挡在了黄海波的身前 道 黄海波 你杀了上代掌门 就想离开麻 见到陆少游阻挡在自己的身前 自己的一切计划都被眼前的这小子毁了 黄海波终于忍不住 也忘记了陆少游的身边有着那神秘的强者 暴怒道 小子 你坏我好事 给我把掌门应符交出来 话音落下 黄海波真气抖动 一道蓝色真气波涌而出 周空顿时空间波纹翻出 狂暴力量肆虐 一道蓝色爪印在上空骤然凝聚 朝着陆少游雷霆一般溃压而下 找死 一道冰冷的喝声同时传出 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扩散开去 东老留个活口 我还有用 陆少游微微一笑 这黄海波出手 自己现在可不怕 有着老毒物在身边 这黄海波虽然是二重五破 但此时在老毒物的手中 那就是蝼蚁一般 刹时间 黄海波的攻击还没有到陆少游的身前 瞬间一道黑袍身影出现在了其中 一股漫天的黑雾笼罩而下 爪印遇上这诡异难闻的黑雾 瞬间被腐蚀成了烟雾 跳梁小丑而已 要是本帅全胜时期 一个念头就能够让你化作灰烬 就算是现在 动个手指头 也能够击杀你 冰冷的声音在催魂独帅东无命的口中说出 随即黑雾中 却是黑雾呼啸而起 狂暴的能量肆虐开去 周围地面 瞬间军裂出裂缝 浓郁难闻的黑雾中 瞬间凝聚出了一条四虎飞虎 四狼飞狼的兽形能量 咆哮溃压在了黄海波的身上 庞大的力量带着撕裂空气的尖锐声音 狠狠溃压 碰碰 黄海波周身仓皇不止出的护身钢圈 瞬间军裂 随即在庞大的能量进到撞击下 黄海波身躯直接震飞 砰砰 半空中闸响开来 巨大的声音在飞灵山山脉陡然响彻 黄海波嘴中一道血液夹杂着破碎的内脏喷出 脸色一片苍白 这一道攻击已经摧毁他的五脏六腑 要问他什么就问他 要不然就快要死了 崔魂独帅东无命淡淡对陆少游说道 击杀一个舞魄修为者 却是如此的轻描淡写 就像是刚刚不是他所击杀的一般 不用他说什么 我自己会知道的 陆少游微微一笑 走到了那黄海波的身前 一股一股冷意明慢开去 你想做什么 见到陆少游走来 黄海波却是无法动弹 眼中充满了绝望之色 李一会就知道了 陆少游微微冷到 手中变化 一道爪印落在了黄海波的天灵盖上 有搜灵树在身 根本就不用担心对方撒谎 黄海波想逃避 却是根本无法动弹 感觉到脑海中有着一股外来的力量 正在涌入进来 只是此时 他已经极其的虚弱 根本无法抵抗 以崔魂独帅东无命 此时看着陆少游施展的手段 神色中却是极为的惊讶 似乎是看出了一些什么来 随即神色又是疑惑不已 周遇后脸色抽搐着 似乎是想说什么 但看着崔魂独帅在陆少游的身边 也把话淹到了府中 在场众人鸦雀无声 就连黄海波剩下的三个徒弟 也是不敢说话 片刻之后 地上的黄海波已经是成了一具尸体 至于他体内的真气 陆少游不敢吞噬 一来这黄海波可是被老毒物给击杀的 浑身是毒 第二 这五破修为者的真气太过于庞大 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吞噬 陆少游手印一收 随即在这黄海波的身上掏出了一个空间袋 收尽了手中 神色一沉 在这黄海波的脑海中 陆少游得知的事情 让自己都是感觉到了惊讶 原本还以为陆青是被这黄海波和周遇后两人所击杀 没想到却是黄海波和那罗沙门中的人联手所杀 而这其中 周遇后却是并不知情 周遇后 只是想开启密室而已 陆青的死 和他并无关系 诸位弟子 黄海波谋杀上代掌门 现在已被扶诛 上代掌门可以安息了 陆少游回过头来之后 被众人说道 众人鸦雀无声 黑剑门归降的人没想到刚刚归降飞灵门 就遇到了这飞灵门的内乱 一个个也不敢出声 多谢掌门为师父报仇 张明涛跪在了陆少游身前行礼 他知道要不是有陆少游在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报仇 我不是你们飞灵门的弟子 现在不知道这掌门应符该交给谁 陆少游扶起张明涛 随即注视着飞灵门的众人说道 周长老 这掌门应符就交给你了 陆少游看了众人一眼 见无人答话 便是把掌门应符递到了周遇后的身前 周遇后此时哪里敢接掌门应符 只怕是对方想试探自己 黄海波急杀掌门的事情 他一直不知道 针对陆少游 也只是想开启门中密室混点宝物而已 但此刻 陆少游雷霆般解决黑剑门 又急杀了黄海波 只怕是说对飞灵门不感兴趣 那是不可能的 自己要是接了这掌门应符 那就马上会变成催命符 飞灵门有门归 谁有掌门应符就是掌门 何况掌门已经是为上代掌门报酬 这掌门应符自然是要归掌门所有 周遇后脸色抽搐了一下 左右横梁之中 随即尊敬一礼 到周遇后见过掌门 周长老言中了 陆少游不漏痕迹扶起了周遇后 心中暗道 这周遇后还真是老狐狸 此时竟然是借机对自己表示臣服 要是刚刚他敢接掌门服应的话 自己也得找个借口 甚至是冤枉一下他也参合了急杀路青之事 也要把这绊脚石给踢开吧 郑长老 掌门应符还是给你吧 陆少游随即到了郑英的身边 你有掌门应符 那就是我飞灵门的掌门 我希望 你以后能够让飞灵门再次崛起在古域之中 郑英注视着陆少游随道 今天的一幕 他看在眼中 这少年虽然是年纪不大 但所作所为却是杀法果断 机智双全 让他做掌门对飞灵门来说 反而是一个机会 何况陷在了飞灵门 又有谁能够做上掌门之位 刚刚归降的黑剑门中的人 要是没有路少游和这什么强者在 又有谁能够镇住 我等誓死追随掌门 黑剑门三个刚刚归降的长老 相视一眼 迅速跪在了地上行李 虽然是被那神秘强者控制 但他们看得清楚 这少年才是正主 此时真正掌控他们性命的人 此时的这种时候 他们自然是看得清楚 这时候表示忠心 推波助澜让掌门名正言顺的上位 可是效果要好得多 既然已经是到了飞灵门中 虽然是归降之人 但碰上了飞灵门内变 说不定还能够成这机会 让自己变成掌门的心腹之人 陆少游满意地看了这黑剑门原本的三位长老一眼 这三人还算是聪明 心机不凡 倒是飞灵门以后的可用之人 我等誓死追随掌门 黑剑门一众归降弟子再次跪在了地上 第164章争霸天下 我等誓死追随掌门 飞灵门中 所有普通弟子纷纷跪下 在他们的心中 早就是把陆少游当作了掌门 换了别人 他们还不干呢 周遇后的弟子此时也跪了下去 剩下三个黄海坡的徒弟 像是一眼后 也是有些惊慌地跪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我知道你们三人并不知道你们师父黄海坡谋杀上代掌门 这件事情我不会为难你们 以后对你们 我也会一视同仁 陆少游给了三人一颗定心丸 多谢掌门 三人道谢 总是松了一口气 看着一众人 陆少游心中唯唯一笑 一次性总算是解决了两个麻烦 竟然决定了 那以后这飞灵门就是自己第一步的力量 总有一天 自己会把这飞灵门推上一流势力 常磊 胡南生 陈兴杰 你们三人都是舞魄修为 既然归降在了飞灵门 我飞灵门也是用人之计 就担任我飞灵门长老一直如何 陆少游注视着这三位长老说道 在那吞噬的黑剑门第子脑海记忆中 也对这三人有所了解 多谢掌门 归降后继续是长老之位 三人顿时感激不已 暗暗庆幸刚刚表态的正是时候 至于东老 担任长老之位未免有些大财小用了 就请东老担任飞灵门大长老之位如何 陆少游对崔魂独帅东无命说道 随便 你看着办好了 崔魂独帅东无命淡淡说道 确实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陆兴童的身边 把心爱的弟子牵在了手中 那就这样决定了 陆少游微微一笑 心中暗暗在盘算着 地位越高 责任越大 难得这老独物今天心情好 以后飞灵门还要靠着老独物 互助一段时间才行 可不能够让这老独物走了 随即陆少游更是吩咐周玉后和常磊 陈兴杰 湖南生四人带着一众弟子前去接收黑剑门 黑剑门中现在还有一百来个实力偏低的弟子 其他并无强者 也只是需要接收一下就好 黑剑门的地盘 也自然是归飞灵门所有 这一战 飞灵门中的弟子都是振奋不已 随后在陆少游的吩咐下才散去 入夜时分 夜风徐徐袭来 大地已经是笼罩在了一片黑暗中 白天飞灵门的杀戮 已经随风飘散 住所之内 陆少游的房间之中 灯火通明 一张矮桌之上 放着一瓶好酒和树盘下酒点心 催魂独帅东吴命和陆少游两人盘膝而坐 相视一眼 催魂独帅东吴命道 你小子今天才想明白吧 今天多谢东老了 我先干为敬 陆少游唯唯一笑 一杯酒下肚 入口火热 这一世的酒 虽然是没有前世那般的醇香 却是要刚烈得多 顿时就像是一团火在肠中弥漫起来了一般 说实话 就这样一个非临门 你真的有把握十年后让我刮木箱看吗 催魂独帅东吴命唯唯一道 一杯烈酒倒入了口中 有 我只需要时间 十年 十年之后 我有把握 陆少游唯唯说道 有着阴阳灵舞绝 十年之后 自己的实力绝对会到一个新的高度 到时候 自己将有实力去打拼一个新的非临门 十年时间不短 却也不长 催魂独帅东吴命淡淡说道 又是一杯烈酒咽下腹中 随即淡淡看了看路少游 道 你想过没有 非临门只是在古域的边缘而已 这里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古域 正在的古域一片混乱 超乎你的想象 有着许多的人 就连我都需要顾及 你的实力 现在才武师 我记得当初在雾兜山脉中 你只是武师而已 实力增强得很快 但是你只有十年的时间 在这古域中 你做好了准备吗 陆少游看着催魂独帅东吴命 随即一杯烈酒吞下 道 好男儿 自当争霸天下 既然选择了 这一世 那就金戈铁马 戏吞万里 让他狼烟四起又如何 狼烟四起 好大的口气 可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在古域中 更加如此 古域之中 朱强歌剧 你凭什么争霸天下 催魂独帅 帅助势着陆少游道 陆少游再次一杯烈酒入喉 带动着热血沸腾 周身一股无形气息扩散 道 心中有志认纵横 是将寸管画长剑 狂笑惊散四方刻 大怒偏向虎山行 不畏心风吹血雨 豪歌一曲万里情 独自遨游和鸡手 借天仙地位生平 立冰握马 升旗翻滚飞沙走石 精灵动苍穹 厮杀动天下 残旗烈甲若有凯旋日 乾隆升天扫长空 一腔豪气灌日月 我欲长红画雄英 画音落下 若少游再次一杯烈酒一口吞下 眼中已经是一片赤红 哈哈哈哈 催魂独帅东吴命顿时大笑而起 笑声中那冰冷的气息 似乎都在开始苏醒起来了一般 注视着陆少游 道 好小子 好一个 精灵动苍穹 厮杀动天下 我这身老骨头 也被你说得有些动心了 十年 这十年的时间 我就陪你小子封一封如何 冬老 十年后 你不会后悔的 陆少游睡道 我相信你迟早不是迟中之物 只是 现在飞灵门还太弱 你有没有什么打算 崔魂独帅东吴命对陆少游问道 这个 我倒是有些打算了 陆少游随即把飞灵门顶盛时期留下的密室和崔魂独帅东吴命详细说了一遍 没想到飞灵门还有这种事情 看样子你早就是在打着密室的主意了吧 要不然 以飞灵门现在的状况 估计你也不会看在眼中 崔魂独帅对陆少游道 陆少游微微一笑 要是没有正英所说的密室 自己确实也不会看上飞灵门 正因为如此 自己才下定决心要了飞灵门 要是密室之内所留之物 真的能够让飞灵门重新崛起的话 那自己将要省去自己不少的时间 明天 我就打开密室 入少游随道 手中拿出了一把钥匙 正是那黄海坡空间带中留下的密室钥匙 剩下的两把钥匙 就在正英和周玉后的手中 明天就可以打开飞灵门密室了 我明天也要去看看 这飞灵门到底是留下了一些什么 竟然是能够让飞灵门重新崛起 崔魂独帅东吴命说道 第二天 飞灵门大殿之内 只有陆少游和崔魂独帅东吴命 正因 周玉后 陈兴杰 常磊 湖南生 七人在座 在周玉后和湖南生等人口中 陆少游对于现在飞灵门的近况也知道的清楚 昨天一战中 飞灵门死了16个弟子 但加上黑剑门归降的一共313人 现在飞灵门算上所有的人 一共有着416人 其中五破层次五个 武师层次四个 实力最高的是一个三重武师 最低的是一个一重武师 其中一个还是湖南生的土地 这四个武师层次的青年 也都是黑剑门归降的 飞灵门中 原本就没有武师修为的弟子 至于武师层次 则是现在有着90多人 剩下的300号人 则是武徒 416人 那就是416张嘴 特别是还有300个只是武徒修为 陆少游一下子也是觉得压力大了 有时候人多不一定是势力 飞灵门原本就养不活自己100来人了 现在加上黑剑门300人 那消耗可是大了数倍 好在从那前霸天的空间带中 陆少游也得到了不少东西 估计能够维持现在的飞灵门 三个月左右开支 可是三个月后 没有收入的话 就要吃老本了 掌门 你现在就要打开密室吗 随后陆少游和正英 周遇后两人说了打开密室的事情 两人相识一眼道 不错 郑长老和我说过 到了最后时刻 就打开密室 昨天飞灵门差点灭门 现在飞灵门已经是到了最后的时刻 不知两位长老有没有什么意见 陆少游注视着两人问道 我没有意见 密室早应该打开了 周遇后说道 他早就是想着要打开密室了 只是以前陆清和正英 两人不同意而已 打开吧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了 一切听掌门的 正英也没有多少的犹豫 经过昨天黑剑门的事情后 他没有再反对的理由 那好 我们现在就去密室 陆少游睡道 终于可以打开密室了 不知道密室之内到底是有何物 第165章密室巨宝 胡南生等三人却是一直听不懂 请众人所说的话 非灵门的密室 他们可不知道 只好是老实地跟在了众人的身后 掌门 就是这里了 片刻之后 陆少游跟随着周遇后 正英到了非灵门大殿后面 却是没有想到这大殿之后 竟然是别有洞天 一处巨大的石壁之后 竟然是隐藏着机关 周遇后在石壁上摸索了一阵 打开了机关后 从地面上露出了一个可以容纳两人宽度的地下通道来 众人进入通道之内 胡南生三人最为惊讶 陆少游也是有些惊讶 通道内 是一条上百米的地下铁道 四周是厚厚的石壁 石壁之上 还有着不少的明珠弥漫出柔和的光芒 到了 正英站在了一处巨大的石壁面前 石壁之上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石壁的中央 还有着一个和菲林门掌门印符之上一样的花纹图案 掌门 开启密室 必须要三把钥匙和掌门印符 否则的话 强行开启 就会让密室爆裂化作碎片 周遇后说道 一口气吹响石壁 灰尘荡开 露出了四个洞口 三个钥匙孔围绕着一个稍大的洞口出现在了石壁上 众人不约而同的心中有些紧张了起来 这非灵门在鼎盛石其留下之物 究竟是些什么 准备开启吧 陆少游深呼吸了一下 心情也是有些紧张起来 郑英 周遇后两人上前 各自掏出了一把三寸掌的钥匙 投入了石壁上两个钥匙孔中 陆少游随即把从黄海坡身上得到的钥匙 意识投入到了周围剩下的一个钥匙孔内 周遇后和郑英两人 在三把钥匙上微微向右扭动了半圈 隆隆 顿时 石壁之上传来了一道隆隆声响 随之整个石壁上竟然是出现了一片诡异的光芒 掌门 快把掌门印符放进去 否则的话 密室就会爆裂了 郑英对陆少游睡道 陆少游没有迟疑 早就是准备好了掌门印符 照着石壁上磁石中央那弥漫着光芒的洞口放去 痴痴 就在掌门印符放到了那石壁洞口之内的时候 掌门印符就像是受到了一股无形力量牵引一般 顿时弥漫出了一片刺眼的光芒来 随即整个石壁上 那非灵门的图纹意识弥漫光芒 轰隆 突然之间 整个石洞内 传来了巨大的轰鸣之声 随着轰鸣声的响起 这石壁缓缓地升起 从地下露出了一条小缝隙来 这小缝隙随着轰鸣声的不断发出 也是越来越大 只是一会的功夫 便是已经升到了一人高的位置 当石壁停止了响动 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整个石洞都在抖动起来 这石壁的磁石看来 有着十几米宽 只怕是这上万斤 哇 石壁打开 一间上三百平方米的石室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而见到石室中的物品 众人确实都忍不住地发出了惊叹之声 就连催魂毒帅都没有意外 所有的人都是瞬间惊呆了 这偌大的石室中 此时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玉碱 这些玉碱直接洒落在了地上 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眼看上去 足足是有着上万个 一股各系属性能量充斥 众人都是修炼之人 自然是知道这玉碱都是五计 如此多的五计玉碱 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众人惊讶地走进了石室内 在一旁的石壁前 却是还放着不少十几个艺人高的巨大玉箱 完全用玉雕刻成的玉箱 掌门 都是陈级五计 还有星级五计 星级初阶火系五计 星级中阶水系五计 星级高阶土系五计 还有黄级初阶五计 是黄级初阶五计 这下发财了 这么多的五计 周玉后 胡南生 陈兴杰等人早就是冲到了那一堆玉碱上检查起来 都是五计 各系五计全有 让众人欣喜若狂 没有什么比起舞者得到五计更加开心的 特别是这其中 还有着黄级初阶的五计在其中 掌门 你过来看看 崔魂独帅到了石壁上那十几个玉箱前 在有外人的时候 崔魂独帅还是称呼路少游为掌门 只有在没人的时候 才称呼小子 靠 发财了 崔魂独帅打开了一个玉箱 这玉箱之中不是别物 而是密密麻麻的丹药 整整的一箱子 就像是糖果一般的堆积在了玉箱之中 这玉箱有着一个人高 数米宽 按照体积来算的话 足足是有着近万颗的丹药 而这一玉箱的丹药 都是二品丹药 二品丹药的价钱平均在300金币左右 这一个玉箱就价值300万金币 金币只是数字而已 可是要找上万丹药 真要买的时候 有金币有时候也不一定好使 玉箱之中 浓郁的药香味和能量弥漫开来 充斥在了时事内 周玉后 郑英等人也被吸引了过来 随即路少游 依次打开了11个玉箱 每打开一个 心中都是忍耐不住的震撼起来 第二个到第六个玉箱 依次都是二品丹药 第七个到底九个玉箱 依次是三品丹药 第十个和第十一个玉箱 则是两箱密密麻麻的药材 都是价值不菲的药材 两箱药材的价值 也是要上千万金币 都是炼制三品四品丹药的药材 而三品丹药的价值 一般在数千金币以上 三品高阶最贵 路少游初步地估计着 这三箱三品丹药的价值 足足在一亿五千万金币以上 六箱二品丹药的价值 也是在近两千万金币 加上上万的五计 现在还没有统计出层次出来 不高估价 但是绝对也是一个天价 还有除雾戒指 十世中的最理念 十墙中央一块突起的石块上 一个黑色除雾戒指 出现在了路少游的眼中 路少游走到了除雾戒指前 拿起除雾戒指 才知道这除雾戒指 竟然是一个没有任主之物 滴血任主信念 可以直接窥探进去 滴血任主之后 路少游窥探到了除雾戒指之内 顿时惊讶的木凳口袋起来 这除雾戒指之内 才是非林门留下的真正宝物 实事中的 只是表面的一些而已 这除雾戒指内的数量虽然是不多 但每一样都是非凡之物 这除雾戒指之内 四品初接丹药有着500颗 四品中接丹药300颗 四品后接丹药100颗 这800颗丹药的价钱 就已经是到了恐怖的地步 四品初接的丹药 价值一颗就在10万金币以上 四品中接丹药的价格一般在20万金币 整整十翻了一倍 到了四品后接 那价钱就至少到了40万金币 接近50万金币以上 品接越高 价钱就是成倍的增加 除此之外 储物戒指重 五品初接丹药100颗 五品中接丹药50颗 五品后接丹药10颗 五品初接丹药价值 几乎是在80万到100万左右 五品中接丹药和后接丹药 就更加高了 六品丹药 在这除雾戒指内同样有着10颗 但都是六品初接丹药 但是价值也是到了恐怖的地步了 除雾戒指内 还有招数10个预减5G 黄级中接5G30份 黄级高接5G10份 其价值 不可估量 因为这都是有价无事的东西 没有必要 谁也不会把这种层次的5G给卖了 还有灵际 储物戒指中 还有这十几块预减都是灵际 但层次则是都在 星级中阶和高阶层次 最高的是一块黄级初阶灵际 灵际本来就少 非灵门能够留下十几块灵际预减 已经是不容易了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这储物戒指内也是别无他物 但就是这些东西 却是比起是室内的所有宝物还要珍贵了 片刻之后 陆少游收起了惊讶之色 把储物戒指收进了身上 但心中却是依然忍不住的震惊 把所有东西归整好 这里面的一切 任何人不得说出去 否则杀无赦 陆少游注视着胡南生等人说道 这里面的一切要是泄露出去 估计非灵门就会引来灭顶之灾了 非灵门中规定不到最后地步 不得打开密室 估计就是怕门中弟子守不住这份家产吧 心一打开 泄露了风声之后 非灵门就要遭受到无数势力的围剿 是 掌门 周玉后 胡南生等人应道 他们很清楚后果 这些东西 足以是引起古域中那些异流势力出手了 小子 那除物戒指中 才是重头戏吧 崔魂独帅传英对陆少游道 陆少游微微点头一笑 没有隐瞒崔魂独帅 这除物戒指中 确实才是重头戏 好东西都在除物戒指内 第166章后天读题 整整一天 西人在密室中才把所有东西整理好 非灵门留下来的 各系5G都归类在了一起 其中黄极初阶5G有着足足200份 当然大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5G 都是复制品 5G预检是一种特别的存在 修炼者得到预检修炼后 预检之内的资讯就会消失 预检也会作废 这是个大势力防止5G外传的办法 谁也不想自己门派中的5G流传的到处都是 这些5G都是强者复制在了预检之上的 修炼者修炼就能够得到预检之内的资讯 但把5G复制到预检上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强者来说 也是无法批量生产和复制 所以5G价钱才是高的恐怖 一般来说 黄极初阶预检的价值 就已经是价值百万以上的金币了 但往往要真的购买的时候 没有300万金币根本无法买下来 因为5G到了黄极层次 根本就是有价无事 谁也不会把它拿来卖了 几位长老 每人挑选一套黄极低阶5G和两套新极高阶5G吧 另外这里每人5颗4品初阶丹药 给位长老收好 陆少游掏出了一把丹药 都是储物戒指内的4品初阶丹药 每一颗价值10万金币以上 每人5颗就是50多万金币的价值 多谢掌门 胡南生等人欣喜若狂 接过丹药道谢后 马上就去挑选5G了 一套黄极初阶5G 两套新极高阶5G 加上5颗4品丹药 这对于他们原本这些小门小派的长老来说 简直就是做梦 东老 这个不多 你也需要疗伤 就给你了 可不要嫌弃才好 陆少游交给了崔魂独帅东吴命 两颗6品初阶疗伤丹药 6品初阶丹药一共才10颗 其中4颗是属于疗伤丹药 陆少游便是给了两颗给崔魂独帅 不过陆少游也清楚 崔魂独帅现在可是九重零帅层次强者 要是6品后接丹药的话 还能够让崔魂独帅东吴命重视 6品初阶的丹药 就一般了 论崔魂独帅东吴命的修为层次 6品后接层次丹药要炼制出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哈哈 你有心了 这真是我需要之物 估计伤势能够恢复得快不少了 崔魂独帅唯唯一笑 没有拒绝 大方地接过了陆少游手中的丹药 6品丹药 那一颗颗都是天价 他要炼制的话 都要费不少的心血 还需要准备材料 虽然这6品初阶丹药他要炼制的话 也并不太难 但6品丹药层次的药材 却不是好准备的 也都是价值不菲 这就要这黄极初阶土系武器汉地掌了 这黄极初阶火系武器烈焰玄刀 我要了 周遇后 郑英等人一个个都找好了武器 黄极初阶武器对于他们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众人欣喜地挑选好武器后 最后陆少游也没有隐瞒 直接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进了自己手中隐藏的储物戒指内 放在这里可不是很安全 戴在自己的手上 有着这神奇的储物戒指 才是最保险的 而这些密室中之物全部装监了储物戒指后 陆少游的储物戒指 已经是满满的了 没有任何的空间还能够装下其他的东西 见到陆少游手上的储物戒指 就连催魂独帅都是惊讶不已 从里面的空间和奇特作用来看 这可不是一般之物 在他的心中 也是在想着 这小子不会是像里面那般 只怕是还有不少的秘密在身上 众人离开密室的时候 已经是入夜了 整整在密室中一天 树人却是没有任何的疲惫感 反而是个个兴奋不已 陆少游回到住所的时候 也是兴奋不已 这密室中的得到的一切 对于自己来说 完全就是天降横财 这是一笔巨富 绝对的巨富 要是自己什么都不管 单单是那些这单要 陆少游估计这都能够让自己突破成为绝对的强者 有着这巨富 自己烧钱也能够把自己烧出成为强者了 一个真正的强者 可是现在陆少游知道 自己一个人要是拥有这些财富的话 足够自己烧钱去修炼成为强者 但是这还不够 自己需要一股势力 而这非灵门密室中留下来的一切 就是为了一个门派重新崛起所做的准备 一个门派的崛起 少不了单要和5G 而这密室中留下的 就是上万的5G和十几万颗的单要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而且还是从低到高的单要和5G 完全就是能够支撑起一个门派的强悍发展 这一笔财富之物 要是全部换成6品单要的话 或许也没有多少 可是一个门派的崛起 不是靠着几颗高品单要就能够成功的 也不是靠着几套高阶5G就可以的 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 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门派 一个大门派 需要无数的新鲜血液 就像是云阳宗一样 门中强者入云 但却是极其在乎新弟子 只有连续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加入 才能够让一个门派一直强盛下去 靠着几个人是无法办到的 因为这几个人总会有老的一天 总会有大线来的一天 除非你能够踏破虚空 突破到传说中的境界 就能够不死 非灵门密室中的一切 路少游很是兴奋 有了这些 加上现在还有催魂独帅东无命 这老独物在坐镇 非灵门不出意外 要崛起的话 已经是指日可待 至于以后崛起到什么样的地步 就需要靠自己来带领了 没想到非灵门中竟然是还留下了这么多的家底 真是没想到 这非灵门 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路少游的房间中 崔魂独帅东无命捎带惊讶地说道 路少游储物戒指内得到之物也都和他说了 这些东西 正是我最需要之物 路少游微微一笑说道 不错 这些东西 倒是足够支撑一个门派崛起了 让非灵门摆脱现在这种状况 只是古域中比你 你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也要强悍得多 就连零五大陆上的三宗四门也不敢来古域分一杯羹 可见其实力 非灵门留下之物 也只是能够让非灵门从不入流的门派 崛起到二流门派左右 甚至还无法到二流门派中较强的层次 崔魂独帅东无命对路少游睡道 我还年轻 年轻 就会有机会 有了台阶 我已经能够跳得更高 路少游微微一笑说道 路少游的心中也很明白 要是严格算的话 非灵门现在连三流门派都算不上 崇起量就是一个不入流的门派而已 原本有着几个舞魄修为者 倒也是能够勉强挤入三流门派之列 确实非灵门经济窘迫 连三流门派都不如 所以只能够算是四流势力 古域之中 那些大门派比起三宗四门的势力 也不会相差太多 非灵门流下来的财富 本来足以使培养出一个一流强者 但是却无法培养出一个一流门派来 培养出一个一流门派 非灵门流下来的这些还远远不够 六品丹药 黄极武技 这些价值连城 可是向云阳宗那些庞然大物手中 也不缺少这他们的手中更多 反正我现在和你一起疯了 若是有一天 你成功了 我希望到时候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崔魂独帅正色对陆少游说道 东老 若是有一天小子能够扶持起了非灵门 那天星宗就是非灵门第一个目标 陆少游知道崔魂独帅东吴命心中所想 这老独物的心中 怕死也就是这件事情放不下了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以后非灵门有事 就是我的事 谁动非灵门 就是动我 我会让他生不如死 崔魂独帅东吴命冷道 陆少游唯唯一笑 从现在开始 这老独物也终于是真心的把非灵门当做自己的了 以后有了老独物在非灵门 一般势力自己也根本就不需要惧怕 昨天动手 也伤了一些元气 接下来 我需要闭关一段较长的时间 心童这孩子 我也叫他入门的心法了 等我出关之后 就能够让他成为灵者 到时候 你都要小心他有一天会超过你 崔魂独帅东吴命唯唯一笑 现在对于自己的徒弟可是宝贝的不得了了 东老就放心闭关疗伤吧 陆少游睡完 随即有些好奇地问道 东老 心童的天生毒体 以后到底能够修炼到哪一步 崔魂独帅东吴命看了看陆少游后 道 我修炼的毒工很特殊 虽说是灵者 但是在身体方面 确实比起无者也不会相差多少 同时毒工可不是好对付的 我当初修炼毒工的时候 所经历过的一切 甚至是超乎了你的想象 我被一千种剧毒之物咬过 尝尽了一千次剧毒之苦 我全身有着超过一千个以上伤疤 都是拜那些剧毒之物所赐 同时 我找寻了尽千中剧毒药材 用剧毒药支洗撤全身 尝尽千日剧毒断体之痛 这才成了我后天毒体 才能够修炼毒工 第167章飞行武技 路少游此时心中暗谈 自己修炼血魂印之苦 也不会比起这老毒物修炼的毒工 吃的苦头大多少 千毒之苦 千毒断体 这个中滋味只怕 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每一个强者 注定都是磨炼出来的 崔魂毒帅接着说道 我的后天毒体修炼毒工 比起一般的灵者 可是要快上不少 20年 我就从灵师突破 到了现在九重灵帅的地步 靠 还真是快啊 这简直就是恐怖 路少游忍不住说了出来 20年从灵师突破到灵帅 这种速度绝对让人惊骇了 这就快嘛 只可惜我是后天毒体 到了现在后 修炼的速度便是慢上了不少 也有些副作用 阻碍了修炼 以后的成就只怕是也进步不大了 除非 崔魂毒帅东吾命看了路少游一眼道 可是心童却是不一样了 他是天生毒体 毒体甚至是近乎完美 他的修炼前途 比起我来 要强的太多了 什么是天生毒体 路少游不解问道 我如果说你的身上有毒 你相信吗 崔魂毒帅微微一笑道 相信 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有毒 路少游微微点头说懂啊 在前世的时候 路少游记得在一片杂志上看到过 有医学专家认为 每个人体内都有毒素 但有些人依然能保持长久的健康 那是人体排毒系统的作用 这个系统是皮肤 肝脏 肾 胃肠和淋巴系统 正常状态下 能有效地分解毒素并排除体外 以此维持体内相对平衡 如果积聚的毒素超出了排毒系统所能承受的量 身体就会出现问题 路少游还特别记得清楚 那杂志上可是写着 放屁也是排毒的一种方法 而有些人以为体质特殊 身体的毒素甚至是比毒蛇还要毒 但自己确实活得好好的 就像是有些人 天生不怕电一般 看着陆少游点头同意 催魂毒帅东吴命倒是有些意外 一般的人可不会认为自己的身上有毒 到你说的对 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毒 只是不会对自己致命而已 但是有些人体质特殊 不怕剧毒 要是他那一天碰到了剧毒之物 这些剧毒之物 有可能是动物 也可能是植物 他中毒了后自己却没事 却无意中遗传到了后代的身上 然后这后代偏巧又被剧毒之物所咬 任何和自己体内暗藏的剧毒中和后 毒性变质 有的中和或者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但有的则是毒性会更加强悍 但毒性在他的体内确实没有诱发 所以他自己都不会知道 就这样一直到某一代的时候 就会造成无比罕见的天生毒体 我得到的这毒工 就是一个天生毒体的强者所留下来的 修炼这毒工后 天生毒体的人最后所能够达到的程度 绝对是恐怖的 心童以后的成就 不出意外的话 将会到一个我都不敢想象的地步 原来如此 那小子就先恭喜东老收到一个好徒弟了 陆少游也是惊叹 没想到心童竟然还有着这种罕见的体质 你恭喜什么 心童可是你妹妹 不出十年 一切顺利的话 到时候心童就能够成为你的一大助力 崔魂独帅东无命说道 心童因为天生毒体 所以影响到了体质 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还以为是天赋一般 实际上 心童的天赋可是极佳 也幸好是这样 要不然就大财小用了 这次 倒确实是收了一个好徒弟 崔魂独帅说完 也是满意一笑 天生毒体的徒弟 修炼独工后 以后的成就 想想他都是想笑 第二天一早 崔魂独帅东无命再次进入了密室 开始闭关 而陆少游则是再次找到了湖南生 郑英等长老 随即带着五个长老到了大殿之前的广场上 当所有非邻门四百多个弟子被聚集而来的时候 都是惊讶莫名起来 广场上 一张大桌上已经是摆满了丹药和武器 随即陆少游一番慷慨激扬的开头话语后 就是给所有的弟子发丹药和武器 虽然都是低品丹药和低级武器而已 让所有的弟子一个个热血沸腾 终于是看到了非邻门的希望 陆少游同时规定了修炼的奖罚制度 半年中 修为在现在的层次上进步最大的五十人 还可以成为非邻门的清传弟子 同时将会再次得到丹药和武器的奖励 数百人一个个都是开始暗暗咬牙起来 一定要拼了命的修炼才行 众弟子散开之后 陆少游随即留下了所有武器层次和武师层次 一共上百号弟子 武器修为层次的弟子 每人加了一颗二品高阶丹药和一套星级中阶武器 武师层次的几个弟子 则是每人加了一颗三品初阶丹药和一套星级高阶武器 这些弟子才是现在非邻门的中间实力 自然是要好好的培养 一众弟子激动的浑身颤抖着 那些从黑剑门归降的人 都是暗探自己选择对了路 早知道的话 早点到非邻门来了 安排好一切之后 陆少游这才回到了住所 同时叫张明涛和芳新奇还有原非邻门中的 那一个光头青年一起到了住所 黄博然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来这里吗 住所之内 陆少游对那光头弟子微微问道 这光头弟子陆少游注意一个不短的时间 为人很是机灵 有不少的小聪明 非邻门正是用人之计 陆少游也想多培养出自己的几个心腹 光靠陆小白一个 那也不够 掌门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请掌门处罚 这光头弟子一路上都是慌张不已 此时在陆少游一股掌门威压之下 顿时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起来 我可不想我身边的人这么没有出席 陆少游道 让一世想交代你 你现在的实力是二重五世 半年之内 要是到了五中五世的话 以后就可以跟在我身边了 要是没有的话 以后就一直做普通弟子吧 掌门 黄柏然光头一抬 顿时反应了过来 知道这是掌门在给他机会 要是以后能够留在掌门的身边 那可是绝对的大好机会啊 连忙磕头道 多谢掌门栽培 我现在就去修炼 我不眠不休也不会让掌门失望的 话罢 黄柏然就激动的要回去修炼了 那把这几颗丹药拿去吧 好好修炼 陆少游掏出了几颗丹药交给了黄柏然 黄柏然离开的时候 激动的脚步都抬不起来了 这是你们的 低血认主后就能够打开 好好修炼吧 陆少游随即各自交给了张明涛和芳新奇一个空间带 这两人虽然说是原本飞灵门的清传弟子 可是也没有空间带在身 在这空间带中 陆少游可是留给了两人不少的丹药 还有两套适合他们的新级高阶武技 在飞灵门众人中 陆少游也是对两人比较熟悉一些 自然是不会亏待他们两个 两人感激不已 连连道谢 安排好这一切之后 陆少游也进入了煽动之中 开始修炼一种新的武技 陆欣童则是这几天都和小龙 天赤雪狮待在一块丸 让陆少游也是没有任何担心 山洞中 陆少游盘膝而坐 缓缓深呼吸了一下 这几天中 飞灵门终于算是走上了正轨 一切顺利的话 飞灵门崛起 那是迟早的问题 罗刹门 陆少游喃喃道 眼中抹过了一道杀意 在那黄海泊的脑海记忆中 陆青之死 就是黄海泊和罗刹门中的人所为 罗刹门中的一个长老 和黄海泊乃是表兄弟 而更加重要的是 罗刹门中的人 也知道飞灵门所留密室的事情 陆少游估计这罗刹门绝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但陆少游现在也不怕这罗刹门 罗刹门的实力虽然是强过飞灵门 但冲其量也就是一个三流门派而已 有着催魂独帅在飞灵门坐镇 根本就不用担心 要是罗刹门赶来招惹 那就让他当作飞灵门崛起的第一块踏脚石好了 风之义 陆少游从自己的储物戒指中掏出了一个预解 这是飞灵门留下的那大堆武器之中的一卷 风系飞行武器 也是到了黄极初阶的地步 却正是自己现在需要之物 风系飞行武器 自己修炼后 也能够凭空飞行了 对于逃命 可是多了一大截的胜算 第168章鼻青脸肿 飞灵门留下的风系武器中 也就是一共才二十几套 其他的都是星级和陈级层次的 只有这风之义才是黄级初阶 而风系武器本来就少 这风系飞行武器就更加少了 想想看 一个不是武帅的强者 却是能够像武帅强者一般凌空而立 这是何等的美式 交战中可是要占上不少便宜的 一滴血液滴入到了预检上 顿时预检之上光芒展现 一股光芒进入陆少游的眉心中 在脑海之内化作了一股庞大的资讯 片刻之后 预见光芒暗淡消失不见 陆少游也知道了这风之义的修炼方法 这是真系在体内流串过一些复杂的境外 最后在体内风属性的配合下 勾动天地之间的风属性 在背部凝聚成双翼飞行 风系飞行武技 就算是到了武帅层次后 同层次的修为者中 拥有风系飞行武技者 在飞行武技的阵幅下 速度也是要快得多 还有木劳枷锁 陆少游微微一笑 在此掏出了一个绿色的玉解 一股木属性浓郁气息弥漫 这正是陆少游一直想修炼的 木系武技木劳枷锁玉解 这也是飞灵门中所留下来的木系武技 木系武技比起风系武技来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要更加难找一些 木系武技刁钻诡异 极其难以对付 而在各系武者中 风属性和木属性武者也被公认是最少的 这木劳枷锁乃是黄级初阶武技 当然 飞灵门的木系武技中还有着不少 陈级 星级的都有 最高的还有着一卷黄级高阶层次的木系武技 陆少游考虑了很久 这才决定选择了这黄级初阶的木劳枷锁 一来层次太低的陆少游心中可看不上 而来层次太高的 陆少游很清楚 自己也无法催动到最强的实力 能不能够修炼成功也还不一定 就像是自己勉强修炼那旋级初阶的垃圾刀魂技一般 现在也只是修炼到了第一层的刀魂斩 第二层刀魂光刃和第三层的刀魂空元灭也无法施展 自己的水系五级怒海狂笑虽然只是黄级初阶而已 按照道理来说 是无法和玄级初阶的灵级刀魂斩相比较的 可陆少游知道 自己现在施展怒海狂笑的威力 比起刀魂技来不会弱上多少 就是因为自己现在的实力 无法催动刀魂技全部的威力 当然 等自己有实力全部催动刀魂技的威力后 威力自然是比起水系五级怒海狂笑要强得多的 手中一滴血液滴入到了玉碱之上 心念探入玉碱之内 一股木属性能量扩散 一股浓郁的蓝色光芒弥漫 随之进入了陆少游的眉心内 在脑海中化作了一股庞大的资讯 五天后 飞临门的后山上 一道身影出现在了其中 此人十七八岁的年纪 见眉心目 此时少年上身赤裸 身形看起来轻瘦 但身上却是强壮结实 充满着爆发的力量感 小麦色带点有黄的皮肤上就像是涂满了蜡一般 泛着光泽 仔细一看 可以看出少年的身上全部是汗水在反光 风之意 少年轻喝一声 手中结出了一道道复杂的手印 体内隐约是能够看到 真气在特定的经脉中流串 一股风属性气息汇聚在周空 与此之时 少年的后背之声 一股庞大的真气外泄 在后背上伸展成了两片无形的气幕 就像是鸟类翅膀一般 但却是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 呼 两片气幕拍动 少年的身躯缓缓向上升空而去 竟然是到了三米左右的距离 吃吃 哼 就在此时 这不伦不类的翅膀瞬间消散 少年身躯重重摔下 落得一个四脚朝天的下场 吃吃 旁边一条淡黄色的小石性子吞吐 一双小眼睛滴溜溜的一转 随即紧紧的闭上 听到落地身后 才睁开小眼睛 似乎是不忍心看一般 哥哥 痛不痛 要不然你休息一下吧 陆星童跑到了少年的身边 少年自然就是陆少游了 这几天修炼风之意 都没有成功 反而是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 靠 我就不信了 陆少游一口唾沫星子吐在了原杵 咬了咬牙 随即对陆星童说道 星童 你先让开一点 小心咯咯砸到你身上了 陆星童无奈地退到了小龙的身边 旁边的天赤雪狮也是无奈地看着陆少游 砰 我靠 还摔 继续 砰 继续 如此这样 一直到了天色入夜之后 陆少游才鼻青脸肿浑身是伤得回到住所 收拾一番之后 便是带着小龙和天赤雪狮趁着黑夜离开了飞灵门 飞灵门到雾兜山脉的边缘 以天赤雪狮的速度 也就是三个时辰不到而已 突破到了五十已经好几天 陆少游准备再次吞噬蒸汽开始突破 虽然身上现在有着不少的丹药 只是吞噬蒸汽的速度远远比起吞噬丹药的效果好得多 而且吞噬蒸汽 只需要耗费自己的力气 但不必要烧钱 反正又是在古域之中 陆少游断然选择了去吞噬武者 在乌兜山脉内也是最好的选择 那里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乌兜山脉边缘中 此时已经深夜时分 树林在月色的照耀下 树枝乱舞 就像是无数鬼爪在撕裂长空一般 伴随着呼啸的夜风和偶尔传来的寿命 为整个山脉内增添了一份诡异 一处明亮的篝火前 六道身影正盘膝在地上闭目养神 六人之中三个武师层次 三个武徒 应该是一个从古域中 进入雾兜山脉内的小团队 好 就在此时 六人正在闭目养神中 突兀一道巨大的咆哮声传来 六人瞬间睁开双眼的时候 一道黄色流光一闪而至 其中一个依重武师层次的修为者脖子上一凉 随即刺痛之下 一股庞大能量直接攻击灵魂深处 便是失去了知觉 有妖兽偷袭 快跑 正下五人有人大喊 身躯瞬间向后而逃 羞羞羞 三道吃热的指印划破黑夜虚空 一道光亮一闪而过 狂暴之力肆虐而出 三个武徒曾次修为者 瞬间冒出三个血洞 身躯轰然倒在了地上 一道青袍身影也随之出现 落在了剩下两个武师的身前 你是谁 两人一个一重武师 一个二重武师 那二重武师修为者瞬间见到一道身影出现 顿时惊骇问道 告诉你也没用 轻袍身影轻到一声 周身真气轰然抖动 一道土黄色掌印闪电般拍出 才一重武师而已 你才找死 轻袍身影一出手 这二重武师迅速就看出了对方 那个的实力修为 才是一重武师而已 冷恒一声 手中轰然一道掌印迎了上去 同一时间 剩下的一个一重武师正打算围攻青袍身影 却突然脸色大变 只见身前一条淡黄色的小蛇 已经是将他堵住 而在身后 一只巨大的白色妖兽 正在紧紧地注视着他 砰 此时前空两道掌印轰然碰触在了一起 狂暴之力席卷开去 击散的静气卷起周空尘土飞扬 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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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大力量倾泻而下 二重武师顿时亮腔倒退束步 不可思议地注视着那轻袍身影 对方依重武师的实力 竟然是能够压制他的力量 去死 二重武师冷恒一声 身躯稳住 一道手印打出 随即双掌迅速摊开 随之又紧紧地握上 一股土属性真气斗射而开 包裹在拳头 脚掌猛的虫踏着地面 宛如流光一般 横冲直撞地对着陆少游暴冲而去 淡淡地看了一眼对方 陆少游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虽然是一重武师 但实力确实并不会在对方二重武师之下 这就是自己经脉宽厚和体内丹田气海大的好处 自己现在一重武师的修为实力 就算是光凭着真气 怕是抗衡上三重武师也能够自保 唯唯冷笑后 陆少游脸上露出了一股淡淡的诡异笑容 手掌缓缓升起 瞬间之后 骤然摊开 心喝道 吞噬 随着陆少游的喝声落下 一股诡异的力量猛然至掌心中狂喷而出 这力量很是诡异 喷出陆少游的掌心之后 不是狂暴席卷而出 而是在陆少游的掌心中 如同一个气流生动一般呼啸旋转 随即重重的急印在那二重武师的掌印之上 痴 一声温响 那二重武师的神情为瞬间凝固 身躯顿时宛如木装一般呆呆站在原地 似乎是被一股无形距离束缚了一般 根本无法动弹 第169章再次突破 而在此时 只有这二重武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的掌心之中 那强悍的攻击力竟然是直接被对方吃掉了一般 而在此时 对方的掌印之上 有着一股庞大到他根本无法抵抗住的力量 正在顺着他的掌心吞噬他全身的真气 丹田戚海之内的真气 根本不受自己控制了 疯狂涌向了对方掌印内 庞大的真气充斥得自己经脉膨胀到了要爆裂一般 助手 助手 你是谁 不要吞噬我的真气 二重武士神色大害 瞬间变得惊恐起来 身躯此时也是如同脱水一般 在缓缓地缩小 体内的剧痛 让他忍不住地惨叫起来 路少游确实没有理会他 体内真气运转 正急速地吞噬着对方身上的庞大真气能量 到了50层次后 自己已经是能够直接从对手的攻击中吞噬真气 只要对方的实力不强到自己难以承受的程度 自己就能够吞噬 这才是阴阳灵舞爵最为之恐怖的地方 哼 周空传来了一道巨大的爆裂声 剩下的那一个一重武士被天赤血狠狠撞击 身躯重重摔在了一棵参天大树上 一道鲜血直接喷出 嗖嗖 小龙小小的身躯化作了一道流光 随即迎风而涨 在虚空中就化作了八十米大小 庞大的身躯上 一股棒勃气息抱涌而出 带着一股血腥味 一嘴直接把那一重武士吞噬到了腹中 片刻之后 陆少游手印一收 身前的二重武士身躯已经是小了一号 整个人也就像是瞬间苍老了一般 萎靡倒在了地上 在此人的身上掏出了一个储物戒指后 陆少游把尸体交给了天赤血狮一口吞下 这六人中陆少游一共才收下了两个储物袋 收获一般 确实也勉强了 我们走 满意的一笑 陆少游跃上天赤血狮的背上 一人两兽随即离开了雾兜山脉 在天赤血狮的背上 陆少游就开始炼化着体内吞噬而来的真气能量 在九重武士层次的时候 吞噬一个一重武士修为者 自己差点抱体而亡 而此时自己一重武士层次修为 吞噬了一个二重武士 真气能量刚刚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 要全部炼化 估计也能够到二重武士层次 陆少游估计着 凌晨时分 一人两兽回到了飞灵门 随即陆少游进入了 煽动中壁关炼化吞噬来的真气 飞灵门这段时间中 却是一直热闹非凡 所有的弟子不是在修炼真气 就是修炼武技 演武场上较量声不绝于耳 所有人的热情前所未有的兴奋 在这种氛围之下 天赋稍好一些的弟子 竟不直接惊人 但是在飞灵门中 就算是从原本黑剑门归降而来的弟子中 要是说天赋极佳的 但也真没有 天赋极佳的弟子 早就是被那些大门大派给垄断了 小门小派中 根本就不太会有可能招收到天赋极佳的弟子 偶尔遇到一个陆网之鱼 还有可能 三天后 陆少游所在的山洞之中 一股耀眼的土黄色光芒弥漫 陆少游周身直接笼罩在了光芒之中 陆少游的体内 吞噬而来的真气正在阴阳灵舞绝的炼化下 化作一股股精纯的能量进入了丹田气海之内 片刻之后 陆少游体内经脉膨胀 真气充斥 山洞之内光芒更胜 经脉扩张 传来了一阵阵的刺痛 压缩 给我突破 一道低喝之声在陆少游的嘴中传开 与此同时的时候 陆少游周身气息瞬间瞬间暴涨 砰 丹田气海之内转来了一阵闷响声 随即陆少游周身光芒夹杂着 一股天地能量从全身毛孔中进入体内 身体再次受到一次锻造 每次突破 身体之内五脏六腑 筋骨肌肉都是能够得到不少的好处 数个时辰后 陆少游才缓缓停止了修炼 从丹田气海中呼出了一口浊气来 双眸之中 有着筋芒在闪烁 片刻才收炼进去 而此时 陆少游已经是二重武师修为 如此修炼的速度 已经是到了恐怖的地步 感觉着体内充盈的珍惜 陆少游泯嘴一笑 这一次 直接突破一重实力 接下来一段时间中 倒是不能够突破珍惜了 身体也必须调节适应一番才行 如此修炼的速度 只怕是没有几个人能够赶上自己了吧 继续修炼风之意 陆少游离开密室后 从张明涛等人的嘴中得知 几个长老也都闭关修炼去了 只留下了正因一人 在守着飞灵门 其他的弟子 有着不少 也选择了闭关 都在想着半年之后 要进入飞灵门清传弟子之列 了解到了飞灵门的大概状况之后 陆少游再次到了后山 修炼风之意 一次次的修炼 一次次摔得鼻青脸肿 确实也在一次次的进步着 飞灵山不远 数个时辰的路程外 有着一个在乌兜山脉边缘 小有名气的门派 便是纳罗沙门 罗刹门中 有着不少的舞魄强者 门中弟子也是不少 至少是有着五百人之多 方圆百里之内 都是罗刹门的地盘 包括是乌兜山脉边缘一带 也都是罗刹门的地方 一般来说 周围的强者 就算是舞魄修为者 也不会去招惹到罗刹门中去 罗刹门中的人 一向也是嚣张跋扈 除非是不想在这屋都山脉边缘混了 否则招惹到了罗刹门的人 可是有不少麻烦的 一处大殿中 大殿装饰不差 此时有着十数人在坐 穿着各异 但身上弥漫的气息 确实相差不远 几乎都是舞魄修为着 大殿的上手中 端坐着一个四巡左右的大汉 一席紧身长山 宽肩粗壁 浑身有着一股力量在膨胀一般 气息极其强悍 此人在雾兜山脉边缘一带 那也绝度是小有名气的存在 正是罗刹门的门主邓风凉 八重五破修为实力 在这附近一带 那也是绝对的强者 掌门 非灵门发生了变化 我那表兄已经被击杀 就连黑剑门现在也归降到了非灵门 大殿之内 右侧一个身穿黑色长衫的大汉道 非灵门之中 怎么会有这种实力 邓风凉神色有些惊讶 据他所知 非灵门的实力可是不值一提的 我派人查过 据说是非灵门中来了一个强者 没人知道那强者的身份 只知道实力很强 身穿黑色长衫的大汉道 难怪非灵门敢对我们罗刹门出手 原来是有了强者 马上查探一下 看那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还有 看看非灵门的那密室打开了没有 这才是我们必须要得到之物 要不是那密室不能够强行打开 我早灭了他非灵门了 邓风凉道 三天之后 非灵门后山 陆少游腾空而起 一股磅薄的风属性能量充斥在周空 而此时在陆少游的后背之上 却是凭空凝聚出了一双能量双翅 双翅震动 一股呼啸气流散开 陆少游身躯凭空出现滑动 如同苍蝇飞翔一般 此时 陆少游背后凝聚的能量双翅也不再不伦不类了 完全就是一张透明的白色翅膀 道道真气能量凝聚 如同羽毛一般的在双翅上排列出一道道的轨迹图案 双翅扩展 加在一起有着两米宽左右 双翅震动 陆少游凭空飞行 瞬间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终于成功了 陆少游显得是极其的兴奋 控制着背上能量双翅 借助风属性在上空中不停地飞翔着 砰 也许是兴奋过了头 陆少游不知不觉中靠近了一片树林 还没有回过神来 狠狠就撞倒了一棵大树上 顿时眼冒惊心地从树上滑落了下来 陆少游郁闷地爬了起来 这就是乐极生悲了 自嘲的一笑 心中可是兴奋不已 有了这风之意 以后自己逃命就多了一大把握了 陆少游微微地注视着前方 随即手印这结出 一股木属性能量汇聚 木楼枷锁 陆少游轻喝一声 一道手印打出 前空凭空之中 虚空震动 一片耀眼绿色弥漫开去 瞬间化作五颗碗口大小的木桩 不停地高速旋转在了一起 围绕着中央空间 挤压的空间气流呼啸而起 强悍的气息压迫而下 直接笼罩这一份空间 给我破 陆少游低喝一声 手印一紧拧一股真气包略穿透空间而出 随即那五颗高速旋转的树桩轰然碰撞在了一起 砰砰 能量扩散 半空中轰然乍响开去 震动的空间泛起剧烈涟漪 一片绿色能量如烟花一般溃散 也算是勉强入门了吧 陆少游嘴角挂出一丝微笑 木系五级木楼枷锁也算是小有成就了 从现在起 自己五系五级都已经齐全 加上清零铠甲防御五级 自己现在唯一缺的就是只有身法五级了 第170章有迪来袭 而身法五级 男赎早有交代 云阳宗的浮光掠影可是不错的 到时候自己到了云阳宗后 一定要得到那浮光掠影才行 而这木系五级木楼枷锁也是陆少游挑选了很久才选中的 这预检资讯中 陆少游也得知 这木系五级木楼枷锁最大的特性 就是能够把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完全封锁 封锁的面积大小 取决于自己本身的实力 封锁一定范围内的空间 陆少游对这木楼枷锁也多了一些期待 这五级完全适合自己 要是自己先施展木楼枷锁困住对手 然后再展开攻击 对手要逃都难 同时还能够配合自己其他的攻击 这就是多系五者的强悍之处 陆少游也逐渐地了解到了各系五级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 双系五者双系属性配合 实力就要增强一倍以上 自己五系全系五者 要是放开手的话 实力振服自然会更强 而现在自己就需要磨练各系五级的配合 等到了配合的得心应手的时候 实力也肯定会大涨 继续修炼 陆少游轻到一生 随即再次开始修炼木楼枷锁 尽量修炼到自己满意的地步 威力也将会更大 陆少游深知 自己的实力越强一分 以后遇上危险 保命的机会也会多一分 时间就在如此的修炼中缓缓而过 再次三天过去 这三天中陆少游除了修炼 就是陪陆心童玩 偶尔给门中的弟子讲解一下修炼心得 三天之后 陆少游再次到了山洞密室中 掏出灵狱床后 盘膝而坐 随之掏出了魂灵神叶 此时陆少游打算再次服用一份魂灵神叶突破灵力 再次服下十分之一的魂灵神叶 陆少游盘膝在灵狱床上开始修炼起来 魂灵神叶进入腹中 顿时就化作一股猛烈的热流扩散出来 灵狱床上 也是有着一股淡淡的光芒汇入到了陆少游的身上 这已经是第四次服用魂灵神叶了 对于这狂暴的能量 陆少游已经是完全能够适应和抗衡下来了 这力量虽然是无比狂暴 但陆少游此时的修为比起以前要强上了不少 这狂暴的能量无法再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大的冲击 这磅薄的能量随即在经脉中穿流而过 直接冲进了陆少游的脑海中那一处灵力盘踞的气海一般空间中而去 顿时被陆少游娴熟地炼化起来 缓缓地炼化着灵力空间中狂暴的能量 随着这能量的炼化 在这灵力气海空间之内 那一股从魂灵神叶之中宁漫开的无形气息 也是透过这灵力气海空间而出 到了脑海深处 滋润着自己那已经是越发逐近凝聚成型的实质化灵魂 要是此刻有人能够窥探到陆少游的灵魂空间去的话 一定是会合一跳 一个一种灵失的灵魂力 便是已经凝聚成了实质化 这就算是一些八重九重的武师 只怕是灵魂力也无法到这一步的 当然 这一切陆少游也是靠着魂灵神叶和寒玉床的特殊作用 同时 和阴阳灵舞爵的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 如此时间在陆少游的修炼中缓缓而过 脑海灵力气海空间之内 灵力正在缓缓地增强着 掌门 查到了 飞灵门中最近每个弟子都得到不少的丹药和武技 看样子 飞灵门现在可是不一样了 触天之后 罗查门大殿中之中 那黑色长山的大汉对上手邓风良说道 曲长老 那神秘强者的资料查到了没有 邓风良最关心的是飞灵门那神秘强者的资料 不清楚对方的来历 他可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倒是没有 我花了不少的功夫 这才得知 那神秘的强者是鲁青的女儿的师父 实力强悍 但现在却不知下落 只是露面了一次后就没有再露面 那被叫做徐长老的人说道 此人也正是那黄海坡的表弟徐副官 在则会晤都山脉周围一带 也是小有名气的强者 二重五魄的修为 在罗刹门也是长老之位 掌门 飞灵门最近的弟子都得到了不少丹药和武技 只怕是飞灵门传言的那个密室被打开了 我们忍了这么久都没有动飞灵门 围的就是那密室 现在是不是该对飞灵门动手了 左侧一个黄袍老者 长老模样装束之人道 照长老不必太急躁了 那飞灵门现在有强者在 我们还是要打探清楚的好 要是那强者一般 我们能够对付的话 那我们罗刹门就全部吃下来 就算是密室打开了 最后也会落入我们的手中 要是那强者我们无法对付 那就只好交给鬼武宗了 我们也能够分上一代你 邓风良心道 只是我们忍了这么久 便宜鬼武宗 可是有些不值得啊 又刺一个长老模样老者叹道 徐长老你亲自去查探一下 看看那神秘强者到底是谁 实力层次到了那一步 到时候我们再做决定吧 邓风良对那徐副官说道 掌门我这样去会不会有些不妥 我担心会打草惊蛇 徐副官担忧道 黄海波乃是你表兄 他死了你去看看也是正常的 估计飞灵门的人也想不出什么来 到时候尽量想办法查清楚那什么强者的一切 邓风良神色一沉 随即缓缓说道 掌门 我明白 我明天一早就带人去一趟 徐副官应道 飞灵门后山之中 第四天入夜时分 路少游周身气息开始急速攀升 已经是持续数个时辰的时间了 在此片刻之后 脑海中灵力气海空间怦然一声温响 一股巨大的能量压缩扩散开去 路少游周身光芒同时耀眼起来 细细攀升 脑海中的灵力气海空间瞬间增大数倍 一股巨大力量直冲脑海深处 灵魂力在此刻急速增强 纳逐进实质化的灵魂力 此时更加是变得实质化了不少 与此同时 路少游周身耀眼的一道白色无形光芒 随同天地之间一股无形的能量 进入到了路少游的体内 时间缓缓而过 路少游身上的气息才逐渐趋于平稳起来 呼呼 天色大亮的时候 路少游从喉咙中呼出了一口浊气 此时周身灵力气息 已经是在二重灵世了 感觉着脑海灵力气海空间爱你内充盈的灵力 路少游欣喜的同时 确实也有些惊讶 到了灵世后 突破之时 需要消耗的魂灵神叶也是到了一个巨大的地步 在八重灵世的时候 一份魂灵神叶还能够突破两重修为 到了灵世后 自己陷在一份魂灵神叶 确实从一种灵世突破到了二重灵世后 此时脑海中魂灵神叶所化的能量已经是所剩无几 能够增强的灵力也是可数之数 绿瓶之内的魂灵神叶一共是分为了十分 此时也已经是服用了四份 剩下六份 路少游估计这 只怕是连六重灵世都难以突破到 能够突破到五重灵世就已经是算运气了 继续修炼 天色大亮 路少游没有立刻出关 脑海内还有着剩下的一些魂灵神叶能量 尽数炼化后 也要不了多长的时间 炼化后再出去 不知不觉着已是深秋季节 非临山山脉中 清晨的空气凉爽而清新 树叶和草地上的露珠浮动着一抹淡淡的半透明的雾气 偶尔还有几声婉转的鸟鸟带着清脆的尾声鸟鸟地从雾中飘来 山脉周围不少的大树上 树叶开始泛黄 枯黄的树叶挂在树上 好像一朵朵黄色的小花飘落在空中 偶尔还有枯黄落叶被风卷起 在空中打着悬儿 刚刚落下又被卷起 通往飞灵门之中的一条小道上 此时有着三十道左右的身影骑马兵士而来 山坡间接着的枯叶 被这马队带起的旋风一吹 旋转着飞扬起来 马队离开后 看似凌乱却又均匀地带着一片尘埃扑散下去 掩盖了那一条倾斜着盘旋到飞灵门的小径 徐长老 我们这次过去 可要给三师兄报仇才好 三师兄躺在床上 现在都还没有痊愈呢 马队上 一个黑衣青年说道 来人正是罗刹门中的人 所有的人听好了 这次我们来飞灵门就是闹事的 但别太过分就好 我们摸清楚飞灵门的实力后 掌门就会亲自前来灭了飞灵门 把队最前面 一体漆黑的高头大马上 坐着的正是徐副官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飞灵门入口之处 两个飞灵门弟子见到原处 有着数十道身影奔腾而来 脸色微微一变之后 大声喝道 要是在以前的话 这两个弟子或许连声音都不敢出 此时却是不一样了 哼 我们是罗刹门的 让你们掌门出来 罗刹门中的人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两个飞灵门弟子 扬边而起 催马奔腾 直接进入了飞灵门内 第171张正英出手 快通知长老 数十匹马奔腾而起 两个飞灵门弟子都是武徒修为 根本就不敢阻挡 惊慌失措中 只有迅速前去通知长老 片刻之后 飞灵门大殿外议处广场之上 此刻广场之上 以大群人簇勇而立 正是闻讯前来的飞灵门众弟子 每个人的眉宇间都是有些惊慌之意 来的可是罗刹门的人 但此时 飞灵门的众弟子在也是紧握着手中兵器 目光在罗刹门的众人身上注视着 虽然是有些害怕 但没有人退后一步 大师兄 我们怎么办 人群中 不少弟子对这张明涛问道 来的是罗刹门的长老 我们不是对手 等长老来了再说 张明涛说道 飞灵门的人 快叫你们掌门出来 否则 我对你不客气 瞿副官注视着一众飞灵门的弟子喝道 瞿副官 你擅闯我飞灵门 这是什么意思 此时 一道呵斥声传来 一道身影瞬间出现 正是飞灵门长老郑英 郑英虽是年纪大了一些 却是看上去多了几分成熟五妹气质 此时神色一沉 一股冷意弥漫 让其周空都充斥着一股冷意 呵呵 原来是郑长老啊 一个女人何必这么大脾气 难怪嫁不出去 不如就从了我如何 做我的女人 比起待在这飞灵门可是要好得多 注视着正英 徐副官顿时大笑道 哈哈 罗刹门一众弟子哄堂大笑起来 目光注视着飞灵门众人 却是丝毫没有看在眼中 我呸 就你也配麻 徐副官 你今天不给我飞灵门一个交代 我饶不了你 郑英冷恒一声说道 笑话 我来就是要你飞灵门给我交代的 我表兄在飞灵门被你们击杀 这是怎么回事 今天不给我交代 我和你们飞灵门没完 徐副官神色一收冷道 黄海坡背叛飞灵门 谋害掌门 这才被处死 这可是我们飞灵门的事情 和你罗刹门有何干系 郑英道 对于黄海坡和这徐副官的关系 飞灵门中一般的弟子不知道 但郑英和周遇后却是知道的 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回事 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我罗刹门和你飞灵门 绝对没完 徐副官道 怎么 你想动手不成 郑英冷道一声 要是以前的话 还有些顾及罗刹门 但现在飞灵门中 有着一个这个强者在 可不担心这罗刹门 你既然想动手 那我便奉陪你又怎样 徐副官大笑而起 郑英二重舞魄的层次 他同样要是二重舞魄层次 何况他还有些屏障在身 自然是不惧怕郑英 何况他今天前来 就是想引起大乱 最后摸清楚 非灵门实力的 目光冷冷地望着徐副官 郑英心头也是唯唯一沉 掌门和大长老都在闭关 其他的长老也都是闭关未出 要是不急退着徐副官的话 那非灵门今天就会有些麻烦了 其他长老都在闭关中 要是贸然去打扰的话 万一要是正在突破 那受到的影响可不少 但此时自己要是 击败对方的话 明显是很难 对方修为层次和自己一样 但是从气息上来看 对方实力说不定还要强上一些 怎么 你不敢 那就叫你们非灵门的掌门 出来给我交代就好 徐副官冷笑道 笑话 怕你不成 郑英手中凭空出现了 一柄淡红色长剑 周生活属性真气 猛然自体内抱涌而出 哈哈 就让我看看非灵门有什么实力 徐副官大笑而起 身影顿时跃下马背 根本就不惧正英 与此同时 正英手中紧握淡红色长剑 剑芒暴掠而出 带着一丝炽热的火焰 身形宛如一道残影般 静止对着徐副官话去 强悍真气也是弥漫充斥 周空温度顿时攀升 来得好 徐副官大喝一声 脚下真气一伸 身躯借是纵身而起 身躯暴掠而下 一股水属性真气猛然 自上空俯冲而下 攻击向了正英 正英身躯回旋 周身真气一闪 手中长剑一画 一片剑芒暴掠而出 最后与那徐副官一道 攻击底蕴碰触 静气暴射 两道身影影也是交错一起 一时间 真气暴涌而出 灵力的剑芒 将地面上的泥土都是直接掀起了一层 强悍的真气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洞 两人身躯同时正开 随着两人开始攻击 周围众人都是纷纷退后 被静气扫到 也不是他们能够轻易无视的 呜呜 两人的交战 也是让罗刹门众人所骑的马匹惊慌思鸣起来 飞灵门之中 那光头黄博然在人群中见到罗刹门来的也就是三十个弟子 虽然是实力比起飞灵门要强上一些 但现在飞灵门虽然是有着一些弟子在闭关修炼 可也还有着三百多人在 十几个打一个也足够赢了 何况现在飞灵门中也有着几个武师层次的修为者 师兄弟们 掌门说过 谁敢来惹我飞灵门 我们就动手 一个不够 我们就两个 两个不够 我们就一起上 冲啊 干他娘的 黄博然大喝一声 怎么算也是占便宜的 虽然他的实力才是武士 却是身先士卒的冲了上去 不错 掌门说了 我们一起上 干他娘的 张明涛顿时大喝一声 冲啊 一众的飞灵门弟子顿时直冲出去 所谓是人多是众 此时一个个简直就是拼命的架势 兵器全部掏了出来 这几百人轰然对这那三十个罗刹门弟子冲击而去 一股股真气也是弥漫而出 虽然单独的实力大部分看起来有些弱小 可是此刻聚集凝合在一起 也是极有声势 而罗刹门这三十个弟子也都是几个是武士层次而已 和飞灵门现在的几个武士层次相差无几 剩下的也是武士层次 这次前来飞灵门 徐复官并不是打算来拼命 所以带的弟子也不多 见到这飞灵门的一众人浩浩荡荡的冲来 这罗刹门的三十个弟子顿时傻眼了 以前的飞灵门弟子可不敢这样 任由他们欺辱也是绝对不敢反抗的 没想到现在竟然是完全变了 快攻击 这三十个罗刹门弟子反应过来后 大喝而起 随即人影从马背上闪略而下 也是各自紧握兵器 对着冲杀而来的飞灵门等人攻去 砰砰砰 煞时间 众人就混战在了一起 飞灵门人多是众 纳罗刹门一众弟子被围在中央 就连武技都施展不开 每一个人都是被十几个人紧紧地围住 顿时也慌张了起来 在整体实力上 他们的实力比起现在的飞灵门弟子是要高一些 但其实也高不到太多 而在这种状况下 罗刹门中的弟子完全就蒙住了 手忙脚乱之下 片刻就落在了下风 该死 看到这一切 徐副官也是暗骂一生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心知不能再拖延了 尽快击败这阵阴 到时候自然就能够引出飞灵门的那什么强者来 摸清楚那神秘强者的实力后 就能够回去让掌门前来灭了飞灵门 正英 你给我退下吧 一声大喝 徐副官体内真气猛然运转至极致 水属性蓝色光芒缭绕在周身 顿时周身围绕在了一片水雾之下 随即水雾凝聚成一道宛如断弦之间的水柱 暴略向了正英而去 知道对方准备用全部实力了 正英心头也是彻底沉了下来 双手紧握淡红色长剑 真气抖动 脚掌一踏地面 身形暴射而出 显显臂开水柱攻击 随即手中长剑毫无花俏地直射前方徐副官心脏部位 哼 徐副官冷横一声 见到正英攻击而来 嘴角抹出一抹不屑 手中手印打出 随即手中出现了一对泛起蓝色光芒的诡异手套 前方有着灵力尖刺 双手瞬间戴起着诡异手套 那宽大的手掌方才猛然一曲 爪印随即宛如鹰爪般 前方陡然弥漫出一片蓝芒 五指一扣 居然直接是闪电般地抓向了正英手中的这长剑 弄弄 爪印之上 周空宛如扭曲了空间一般 气流呼啸成了一个小型漩涡 随之正英手中常见弄弄断裂成了数节碎片 爪印蕴含的雄魂静气暴射开来 与此同时的时候 徐副官另外一道爪印也闪电般地暴掠到了正英的面门 呼啸的静气撕裂空间 周围空气排空泛开 这变化超出了正英的想象 对方那诡异的手套竟然是能够直接抗衡自己一件 瞬间身躯暴退而下 脚下真气闪动 身躯往一次急速避开 节节 我的这白玉金丝所炼制的手套 根本就不具普通兵器 徐副官英力冷笑一声 正英速度极快 可徐副官速度也不慢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 徐副官一道爪印没有抓上正英面门 却是狠狠地落在了正英的左肩之上 第172章越级抗衡 爪印入骨 一股强横力量陡然爆发而出 左肩一阵刺痛着传出 正英鲜血顿时从肩膀一流而下 最后顺着手臂低落下去 而在此时 正英脸色苍白之间 却是手印急速打出 周身炽热真气暴涌 真气暴涌 正英周身气势也是陡然间暴涨了许多 随之右手之上 一道火焰呼啸而出 随即凝聚成形 烈焰玄刀 正英大喝一声 手中火焰化为一道刀芒暴掠而出 火焰呼啸 这刀芒肆虐 如同割破了空间一般 狠狠对着徐副官劈去 这正是正英最近才修炼的 黄吉出街火系五级烈焰玄刀 从密室中拿到五级 此时在正英的施展下 威力也是绝对惊人 整个空间都在泛起剧烈的波动 咦 黄吉出街五级麻 感受到正英突然间暴涨了许多的气息 徐副官也很是惊讶 身躯急速暴退 爪印顷刻回旋 蓝色光芒抱涌而出 手爪一扭 一股浓郁真气化作灵力爪印涌现指尖 瞬间迎向了正英的烈焰玄刀 砰砰砰 两道强悍的力量碰触在了一起 最后以披山之势 狠狠地撞击而至 从两道力量碰触的地方开始 一道炸响声响彻天际 静气横扫周围空间 火焰击散 狂暴的气静追结先开一片地面 远处地面军裂 一道道裂缝蔓延开去 方圆空间尘土飞扬 瞪瞪 狂暴的力量中 两人身躯同时 亮枪倒退而下 正英受伤在先 此时伤口之上 血液狂喷而出 脸色惨白起来 而正英刚刚施展的烈焰玄刀 明显威力也是极其强悍 此时徐副官虽然是没有明显的伤势 但脸色也是苍白了起来 明显消耗不少 没想到你还有黄极初阶舞技 等我擒住你后 我看看你们那什么掌门会不会继续龟缩着不出来 徐副官目光冷冷地望着正英 暗叹自己还好有着屏障在身 否则的话 自己也奈何不了这正英 赤马 你就这么想见我 就在此时 一道话音传来 话音落下 一道青袍身影出现在了正英的身边 来着一袭青袍 肩膀上还盘旋着一条淡黄色的小蛇 一股阴寒的气势弥漫而出 正是闭关而出的陆少游 陆少游刚刚出关 便是听到了这边的响动 一路便直接赶来 场中的一切 已经是打量的清楚 就连那徐副官也在黄海坡的脑海记忆中认识 对于这一切已经是猜测的差不多了 估计就是罗刹门的人上门来了 这也是迟早的事情 注视着周围打亮了一眼 陆少游冷意更甚 一股寒意弥漫 自有一股气势扩展开去 你是谁 注视着突然出现的少年 徐副官脸色微微一变 刚刚这少年怎么出现的 他都没有感觉到 就算是此时 这少年身上的气息 他也完全看不清楚 我就是飞临门掌门 你不是要找我吗 陆少游眉头一挑 眉宇之间充斥着一股冰冷之色 罗刹门还真是敢先惹上门来 要是今天不急杀了此人的话 只怕是罗刹门还以为 飞临门真的好欺负了 你就是飞临门掌门 徐副官早就听说了 飞临门的掌门是一个乳秀未干的少年 但此时亲眼见到 心中也是有些惊讶 你来得真好 我表兄被你飞临门所杀 你今天的给我一个交代 否则的话 我罗刹门和你没完 打亮了陆少游片刻之后 徐副官道 徐副官 你和黄海坡 还有罗刹门另外一人 一起三人围攻杀害我飞临门上任掌门 这一笔账我今天刚好和你一起算 陆少游冷恒一生 在黄海坡的脑海记忆中 陆少游得知陆青就是被黄海坡 还有这徐副官加上另外一个罗刹门长老一起围攻所杀 这徐副官今天也非死不可 你怎么知道 徐副官脸色大变 这件事情就就只有他们罗刹门几个长老和黄海坡知道 他没想到眼前的这青年竟然也知道这事 顿时惊骇不已 哼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陆少游冷恒一生 回头对郑英说道 郑长老 其他长老都还没有出关吗 陆少游此时看着郑英 左肩伤势太重 战斗力大姐 根本无法再对付这徐副官 其他长老此时不在 估计也都是在闭关之中 此时要急杀此人 怕是不容易 没有 我这就让所有长老出关 郑英道 就要去通知其他长老出关 自己伤势不清 也无法对付这徐副官了 只有让其他长老出关才行 不用了 让几位长老闭关吧 此人 我来对付就好 陆少游立刻道 其他长老在闭关 要是正在突破阶段 前去打扰的话 那就损失大了 要是能够有几个长老突破的话 对非灵门的实力无疑是有着不少的帮助 至于这徐副官 二重五破的修为实力 陆少游知道自己自然是无法对付的 可是自己还有小龙 凭借着小龙 自己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何况自己现在武系武技全部修炼 关键时候要曝露的话 也没有办法 但今天一共要急杀此人 掌门 此人已经是二重五破了 郑英惊讶过后 提醒陆少游睡道 他知道陆少游的实力此时才是武师而已 怎么能够抗衡徐副官二重五破 无妨 你去把罗刹门其他人解决了 此人就交给我了 陆少游淡淡说道 小龙已经是在陆少游肩膀上晃动起来 目光紧紧锁定了前方的徐副官 是 掌门 那你小心一些 特别好似他手上的那手套 郑英疑惑地硬道 随即身躯瞬间扑向了前方那混战之中 他现在受伤在身无法对付徐副官 但是对付罗刹门那些武师弟子和武师弟子 却是手到擒来 根本就不需要耗费多少的力气 砰砰 随着郑英加入战圈 瞬间就有着一个罗刹门二重水系武师弟子身躯被轰飞数十米 随即就被飞灵门一众弟子围上来劈成了几段 小子 就你也想对付我 注视着少游 徐副官脸色一沉 随即冷笑一声 这少年最多也就是十七八岁 就算是从娘胎中开始修炼 实力也强不到哪去 自然是不放在眼中 当初门中弟子似乎就是被此人急伤 实力最多就是武师而已 对付你 足够了 路少有冷道 心中已经是暗自吩咐小龙做好了准备 结结好狂的口气就凭你这毛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徐副官阴力冷笑 随之不屑地看了路少游一眼笑道 路少游没有理会这徐副官的冷笑 只是缓缓地走近了这徐副官 嘴角挂着微微冷笑 周身争气开始抱涌抖动 对方二重武婆自己现在才是二重武师 今天就试试能不能够越级挑战一番吧 见到路少游走近 徐副官眼中神色也是越加阴寒 感觉到此时路少游周身抱涌而出的真气 冷道原来是二重武师 狂妄的小子 在我面前 你太弱了 小子 让我告诉你 武婆和武师之间的差别 徐副官大喝一声 看着原杵阵阴又急杀了罗刹门两个弟子 木逸弥漫 雄魂真气猛然自体内抱涌而出 蓝色真气如水雾一般 震动的周围空间直接颤动起来 一道水柱瞬间暴射而出 与此同时 路少游神色轻松 但心中却是丝毫不敢大意 手印一截 第一时间布置起了清零铠甲 周身顿时在一片淡黄色鳞片铠甲覆盖下 身躯与之同时急速 向前一踏 身体诡异一侧 一道婴儿拳头大小的水柱便是带着尖锐进风 贴着鼻子擦飞而去 强悍的进风冲击着皮肤刺痛 不过如此 瞬间避开徐副官这一击 路少游淡淡说道 一击落空 徐副官也是明显一愣 没想到对方的反应竟然是这么快 同时也看到了路少游周身之上的鳞片铠甲 神色随即一沉 难难道 竟然还有防御武器麻 饺子 再来 徐副官冷笑一声 脚下针细抖动 身躯纵身而起 一股强悍静气顿时抱涌而出 人在半空 手印一截 一道爪印顿时透过那凌厉的手套暴掠而出 宛如刀锋般撕裂空气 猛然一爪而出 呼啸的破风声尖锐响起 震荡的空间波纹直接晃荡起来 果然有些诡异 路少游瞧此攻势 正因长老也是提醒他要注意这徐副官的手套了 还真是凌厉无比不是一般之物 随之路少游身躯第一时间急速暴退 与此同时的时候 一道淡黄色流光闪电斑爆掠而出 瞬间直扑那徐副官而去 小蛇 徐副官脸色一变 见到竟然是对方肩膀上那一条小蛇直扑而来 本来并没有多大的在意 却是见到这小蛇的速度奇快无比 也不禁诧异起来 爪印变化 直接改变攻击轨迹 煞时间拍向了小龙而去 第173章木牢枷锁 嗖嗖 却也是此时 上空中 小龙身躯瞬间变大 迎风而长一般 陡然间就化作了80多米大小 庞大的身躯带着炽热的火焰撞开空气阻隔 巨尾一扫 直接陡然抽出 最后重重的与徐副官的爪印撞击在一起 哼 的一声炸响凭空响彻空间 一片火光飞溅 徐副官的爪印直接落在了小龙巨尾鳞片上 画出五道浅浅的裂缝 鳞片上冒出一片火光飞溅 而在此刻 一股庞大的力量从小龙的巨尾上狠狠地抽在了徐副官的手上 身躯猛地向后阵飞落在了地上 随之身躯击退了十几步 这才惊讶地稳住身躯来 注视着庞大身躯的小龙 眼中有着不可思议 这妖兽能够变化身躯大小 只有四阶妖兽才可以身躯随意变化缩小 可这妖兽身上的气息 似乎又不是四阶妖兽 嘶嘶 小龙庞大的身躯落地后 眼中暴怒冷视着徐副官 鳞片上的痕迹让他刺痛不已 浩墙的手套 路少游瓷石暗道 小龙的防御力他可是知道的 此刻小龙都被画出了痕迹 难怪正因长老直接被抓伤了 这小蛇竟然这么强 此时 不少非灵门的弟子也是见到了小龙的庞大身躯 这一条一直盘旋在掌门肩膀上的小不点蛇 没想到实力竟然是能够直接抗衡舞破强者 看着小龙的庞大身躯 众人惊叹 正门身边的东西都不是凡物啊 掌门太牛逼了 不少弟子巧声惊讶到 活影指 在这一瞬间 路少游没有任何的停留 手中五道炽热指印暴虑而出 五道指印划破空间 闪电扳直扑而去 双戏舞者 徐副官惊讶 对方刚刚施展的可视图属性真气 此时却是活属性武技 这少年 竟然还是双戏舞者 哼 徐副官轻横一声 脚掌之上 蓝芒闪烁 随即人影陡然诡异消失 五道胡影指落空 根本就没有攻击到他的身上 望着突然消失的徐副官 路少游眼瞳一缩 似乎是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乌兜山脉中的磨练 路少游的反应已经是到了身神合一的地步 身形急速暴退 而就在路少游身形刚退间 徐副官身影宛如鬼魅般的出现在路少游身后 夹杂着狂暴进风的一爪 带着一股水属性的潮湿之气 狠狠似向路少游后背而去 空间波纹直接震开 这一爪之力极为强悍 感觉到身后强悍力量席卷而来 路少游脸色一沉 手印早就结出 身后凭空一道绿色能量闪电般推出 木劳枷锁 路少游轻喝一声 绿色能量闪电推出的同时 后空凭空之中虚空震动 一片耀眼绿色弥漫开去 瞬间五颗碗口大小的木装 不停地高速旋转在了一起 急速把徐副官一道爪印围绕着中央空间 挤压的空间气流呼啸而起 强悍的气息压迫而下 直接笼罩爪印 三系舞者 竟然是三系舞者 徐副官大为惊叹 木系舞技 火系舞技 土系舞技 这少年竟然是万中无疑的三系舞者 掌门是三系舞者 天啊 在正英的加入下 那罗沙门中的弟子此时已经尽数被击杀 还有这两个似乎是一众五十层次的罗刹门弟子 正被非灵门中数个弟子所情 全身无法动弹 非灵门中 也有着十几个弟子不幸陨落 受伤的也不少 要不是正英的加入 只怕是死伤更多了 此时非灵门中的众弟子 注视着前方掌门施展出来的木系舞技 都是惊叹不已 三系舞者 对他们来说 那可是极其遥远的事情 只可惜你的实力太低了一点 瞿副官脸色一沉 双爪肆虐 爪盲爆涌而出摧毁空间一般 再上空中画过数道空间痕迹 给我破 瞿副官低喝一声 爪印爆掠穿透空间而出 爪印瞬间穿透五颗高速旋转的树桩 喷喷 能量扩散 半空中轰然乍响开去 震动的空间泛起剧烈连依 一片绿色能量如烟花一般溃散 羞羞羞羞羞羞 一片爪印爆掠而起 穿透空气阻隔 瞬间爆掠向了路少游 丝丝 一道淡黄色流光急驰而至 带着一片金色的火焰笼罩在前空 金色火焰呼啸而起 竟然是笼罩了数百米的空间 空间气流被焚烧的瞬间化作白雾 痴痴 金色火焰下 那能量爪印只是坚持了片刻 就被焚烧干净 小龙身在半空 一跃而下 庞大的身躯在上空划过一条弧线 穿透空气阻隔 巨尾率先落地 随即近乎条件反射般的巨尾一点 巨大的脑袋昂首而起 再次旋转爆掠向了徐副官而去 全身弥漫着炽热的金色火焰 庞大的脑袋血盆大嘴张开 嘴中陡然涌现一股金色火焰 居高临下 铺天盖地地从嘴中抱涌而出笼照向了徐副官 徐副官脸色大变 这妖兽的火焰太恐怖了 火焰没有近身 可他就像是身在了火海之中一般 这火焰 让他感觉到星际 脚下蒸汽闪过 身躯急速暴退 徐副官根本不敢抗衡小龙嘴中的火焰 呼呼 金色的炽热火焰 宛如席卷草原的火焰般 狠狠倾泻在了地上 数百米之内的地面上 瞬间成了一片焦土 地面均裂出无数裂缝 这妖兽好厉害 见到小龙这恐怖的火焰 飞铃门中众人对视惊讶不已 呼呼 远处空间中 路少游手印不停结出 周空之上 一股强悍能量开始汇聚而来 化作一片七彩耀眼光芒 众人只能够看到一处耀眼的七彩光团之上 弥漫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周围虚空都开始扭曲起来 这是什么武技 徐副官身躯刚刚报退离开了那诡异妖兽的一集 此时感觉到路少游身上的气息 顿时惊讶起来 脸色一沉 身躯急速拖出一道残影直扑路少游而去 嘶嘶 小龙嘀吼一声 早就和路少游心灵相通 庞大的身躯一跃而起 速度比起徐副官还要快上几分的模样 庞大的身躯巨尾一甩 静直抽向了徐副官 徐副官脸色一寒 周身不知道何事 已经是布置上了一道护身钢圈 手中一对利爪手急速一爪 宛如苍蝇捕食一般 爪硬直接隐约扭曲一道虚空气流 带着丝天之力狠狠抓向了小龙而去 哼 巨大力量轰然碰触在了一起 空气压迫扭曲 随即轰然爆裂乍响 庞大的能量肆虐开去 一爪之下 小龙巨尾之上火焰四箭 生生化出树条长长的痕迹 鳞片刮得发出火花 庞大的身躯也是直接被震飞 邓邓 徐副官也是有些不好受 身躯被巨尾瞬间震飞开去 亮枪退后十数米才稳住身躯 脸色再次苍白了一些 好强的防御力 徐副官心中感叹 自己的这手套威力 一般的四阶妖兽 都能够撕开 但落在这妖兽身上 却是只留下了一条裂痕 嗖 徐副官身躯落地 瞬间纵身而起 狂暴争气肆虐开来 再次拖出一片残影扑向了路少游 小龙的实力能够抗衡徐副官 却还并无法阻挡住这二重舞破强者 路少游脸色一沉 手印变化不停 周空狂暴的能量重 一股一般人无法察觉到的灵力 瞬间波动起来 而在此时路少游周身的神异光芒之上 那狂暴的能量竟然是逐境地安静了下来 随即在所有诧异的目光之下 瞬间凝聚成了一只赤红能量鸟体 如同浴火凤凰一般 周身笼罩着巨大的火焰 凤棺材尾 双翅展开 有着火焰弥漫 周围空间都在晃荡波荡 朱雀诀 路少游大喝一声 双手最后一道手印打出 身前凝聚的那赤红能量鸟体 顿时振翅暴掠而出 与此同时 路少游周身蒸汽尽数灌入这朱雀能量体内 随着这赤红鸟体划过空间 身躯磁石跳跃式的膨胀起来 瞬间化作了上两百米大小 周身火焰呼啸而出 身上的气息也是再次恐怖释放 狂暴的气息冲天而起 此时路少游二重武师的实力 比起当初武图实力摧动朱雀爵来 威力有何止强了数倍而已 这狂暴的能量 足以是让武师层次修为者感到心计 感觉到那恐怖的气息 直扑而来的徐副官脸色也是瞬间一变 对方的实力 怎么可能有如此强悍的攻击力 这攻击力让他也感觉到了危险 难道这小子一直是隐藏了实力不成 第174章落入下风 水雾灭杀 徐副官轻喝一声 手中手印急速打出 此时那一双手套不知何时已经不见 随着手印打出 一股磅泼的水属性能量也是陡然波动了起来 随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而起 天地空间之中 那磅泼的水属性能量在两个呼吸的时间 瞬间聚聚成了一片狂暴的水雾 水雾之内 刺眼蓝光耀眼到深邃的地步 让人注视上一眼 似乎是连心神都要被吞噬其中一般 水雾之中 无数刀刃弥漫 呼啸撕碎空间 一股绝对恐怖的能量扩散在空间 徐副官施展权力了 正因神情绝对地紧张起来 这徐副官已经是施展了权力 掌门只是五十层次修为 难道真的能够抗衡住不成 啪啪 水雾暴掠中 引起一连串的阴暴之声 陡然掠开空间 震开一片空间波纹 电光火石中瞬间雨露 少游凝聚的朱雀爵狠狠撞击在一起 两道攻击力都是 攜带着所有人为之惊叹的可怕能量 在数百人的目光注视下 犹如炸弹般 轰然相撞在了一起 嘎嘎 凤凰能量体上 一道高昂的斯明声穿透空间 两道恐怖能量相撞 庞大的凤凰能量体系带着恐怖炽热的高温狠狠撞击在了那 狂暴水雾刀刃之内 砰砰砰砰砰砰 惊天聚想乍想开来 宛如晴天霹雳一般 两股可怕的能量在碰撞之中 震开空间波纹 随即互相之间不断侵蚀 狂暴之力挤压的空间极度扭曲 此时路少游最后一道手印打出 脸色瞬间惨白 与此同时 那赤红的凤凰一般能量体双赤极震 周围空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水雾刀刃 顿时化作了灰烬 随即凤凰虚影消失 最后凝聚成了一个炽热无比的庞大火球 火球暴动 随即膨胀开来 紧接着 连同空间炸裂开来 砰砰砰砰 火焰积散笼罩整个空间 水雾肆虐横扫周空 周空几乎是近千米之内 能量化作肆虐的飙风席卷而开 通隆隆 空间不停乍响 一道道庞大恐怖的能量波纹 宛如实质化一般的从空间爆裂之处扩散而出 在这种可怕的能量涟漪扩散下 非灵门中的弟子 包括正英都是惊骇的连忙退后 他们心中很清楚地知道 若是被这狂暴的能量碰触到 那可就倒霉了 就算是正英 此时也不敢被这能量碰触到 狂暴恐怖的气息片刻才消散 一切逐境恢复 偌大的空间却是一片狼藉 一片大坑凹凸不平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整个广场此时全部破碎 地面被席卷出后后一层 邓邓 一股恐怖进风席卷而至 路少游身躯轰然直接震飞 落在了十数米外 这才爬起身来 嘴角一道血迹喷出 身上清零台甲都暗淡了起来 狂暴的进风消散湮灭后 徐副官意识身躯亮枪击退 脸色也是惨白起来 体内血气翻涌 强忍着了一口鲜血 徐副官心中 此时却是惊讶到了极致 对方二重五失层次 竟然是抗衡下了他二重五破一击 这怎么可能 掌门没事 这恐怖的能量消散 飞灵门中的众人 此时见到掌门依然站在远处 心中也松了口气 一个个随即激动起来 小龙 你拦住此人一会 路少游一抹嘴角血迹 眼中寒意一闪 五破强者 实力修为整整高尚自己一大吉 靠着朱雀绝自己也无法击败 反而是落在了下风 但今天也一定要把此人急杀掌下 嘶嘶 小龙庞大的身躯早有准备 再次暴力而起 巨大眼睛中 寒芒闪动 炽热的金色火焰透体而出 庞大的身躯笼罩在了金色火焰之下 掠过空间 带起一连串音爆之声不绝于耳 这般强悍声势 绝不在四街妖兽之下 该死 徐副官脸色难看无比 知道今日已经是占不到什么便宜了 对方人多是重 要是再来几个长老的话 自己就走不掉了 但此时被小龙缠着 也根本无法摆开纠缠 瞬间 徐副官不得不和小龙纠缠在了一起 此时他的消耗也到了极大的地步 在小龙的攻击下 已经是占据不到任何便宜 陆少游同一时间中 身影暴略到了非灵门众人之间 目标却是那被非灵门所擒拿住的 两个一众五师弟子 这两人交给我 陆少游冷喝一声 也无所顾及 两道爪印直接扣在了 那两个罗刹门一众五师弟子的天灵盖上 阴阳灵舞爵之上狂暴吞噬之力暴涌而出 啊 两人惨叫一声 根本无法反抗 丹田气海之内 真气不受控制禁术被对方吞噬 体内经外受到真气充斥 膨胀撕裂的脊欲破碎爆裂 众人见到这一幕 都是惊讶不已 但见到罗刹门弟子惨叫连连 一个个心中却是极其兴奋 砰砰 远空之中 徐副官一直在想办法离开 却是在小龙的纠缠下无法脱身 此时也是奋力出手 一人一受交手 引起爆破不断 只是片刻 那两个罗刹门弟子就已经是成为了干尸 陆少游手中灵火弥漫 两具干尸请客成为了灰烬 此时当众施展阴阳灵舞绝中的吞噬之力 陆少游也不想被人查探出什么来 虽然是没有外人在 但也直接毁尸灭机 也在此时 陆少游手中手印再次打出 体内刚刚吞噬而来的两个一重五十真气能量正盘踞在体内 玄奥手印的打出 陆少游的身前 一道道神异光芒爆射而出笼罩在身前 整个人身上的气息 此时也是在发生着一种诡异的变化 一道道神异光芒在陆少游的身前出现 灵力注入 随即开始凝聚 神异光芒之上 散发出恐怖的能量气息 这些恐怖能量气息周围 就连虚空都在开始扭曲起来 与此同时 陆少游控制着刚刚吞噬而来的力量 灌注在了这恐怖的能量中 随着这恐怖的力量相容 陆少游体内蒸汽就像是倾泻的洪水 一般被这些恐怖的能量所吞噬掉 恐怖星际气息顿时从周身冲天而起 逐渐变得狂暴 陆少游的心中 此时一心想要把徐富冠吉沙掌下 否则 罗刹们还真以为非灵们好欺负 上次在雾兜山脉中 自己加入吞噬而来的蒸汽 融入朱雀绝中施展而出 威力狂暴数倍不止 此时 陆少游再次打算如此 吞噬刚刚那两个一重五十的蒸汽 融入朱雀绝中 要急杀石副冠 说不定也能够做到 此时注入这些蒸汽能量 经脉顿时膨胀开来 蒸汽能量在体内横冲直撞 就像是无数野兽在体内奔腾一般 经脉所受到的充斥之力可想而知 这种痛楚 陆少游已经尝试过一次了 此时紧咬牙关抗衡下来 体内宽厚的经脉足以示仍肆虐的蒸汽贯通无阻 给我融合 陆少游手印一压 融合一股不属于自己的蒸汽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上次成功过了一次 此时倒也稍微要容易一些 吐痴 此时蒸汽能量注入 西彩光芒扩散开来 控制这三股能量汇聚 陆少游周身如遭重疾 脑海内都是一阵追星的剧痛 手中所凝聚的可怕能量 却是陡然间变得问乱了起来 一道滴滴的闷横声也是从其喉咙间传出 一道鲜血喷出 融合外力为自己所有 这种手段 也就是陆少游敢这么做 这简直就是在玩命 一般来说 只怕是五帅强者也不敢这么做 一个不慎 很可能自己就要第一个受到重创 这其中绝对需要极其精妙的灵魂力掌控 同时也需要对力量完整的了解控制 差得一分一毫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各种的危险 陆少游自然是心中清楚 只是此刻陆少游别无选择 要急刹那时复官 自己就只有像上次一样 融合外来力量凝聚成朱雀诀 凝聚 陆少游心中一尘 一道滴喝猛然在心底响起 体内的剧痛 经脉膨胀 已经是到了极致 灵魂力掌控之下 再次融合朱雀诀 那无形的灵魂力铺天盖地的闪电掠出 最后毫无一丝外溢的直接将那些反乱的七彩光芒尽数控制着 犹如一条条七流流般 从周空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最后尽数被凝聚在一起 强忍着剧痛 陆少游所控制着周空那七彩光芒终于是开始再次相融起来 七彩光芒更加是比起刚刚耀眼了不少 七色光芒交替 显得有些神异 从上面散发出来的恐怖能量已经是开始扭曲空间气流 随着此时 陆少游脸色也到了惨白到可怕的地步 首映再次变化 上空之中的能量压空而至 越发狂暴起来 一股滔天之力迅速蔓延开来 第175章月极击杀 随着这滔天之力蔓延 周围空间猛然拨动了起来 那股弥漫而出的强悍威压让所有人都是心头有种压抑的感觉 呜呜呜 远处原本那罗沙门所作的数十马匹 此时斯明而起 随即身躯忍不住匍匐在地 这一股威压之中让万寿心计 如此强悍恐怖能量波动 也是瞬间引起了徐复官的注意 当下骇然的目光便是投射而来 最后定在陆少游身前那刺眼的七彩光芒之下 感受着那七彩光芒之内所蕴含的可怕能量 脸色惊骇大变 他实在是想不同 这少年刚刚明显受伤了 此时为何实力反而会大涨了一般 这能量太可怕了 小龙 让我来吧 陆少游大声喝道 小龙低沉一吼 庞大的身躯闪电斑爆退而下 朱雀觉 陆少游大喝而起 手印狠狠派出 上空之中 那恐怖的七彩能量团对着徐复官狠狠溃压而去 嘴中又是一道鲜血喷出 蒸汽完全消耗殆尽 恐怖的七彩能量体瞬间化作了十来米大小的凤凰能量体 一眨眼间 意识跳跃扩展 化作了近乎四百米庞大无比的身躯 周深火焰呼啸而出 狂暴的气息冲天而起 带起滔天的火焰瞬间笼罩周空数百米大小 空气焚烧得滋滋作响 这一切恐怖到了极点 此时这凤凰能量体比起最鲜路少游凝聚了的朱雀觉 大上了整整一倍之多 恐怖之力 也是到了极致 宛如活物一般遮盖半边天空 整个空间炽热如同岩浆一般 该死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是玄机武技不成 瞿副官脸色惨白起来 这诡异的武技比起先前一级要强上了一倍有余 如此强悍的攻击竟然是来自这少年的手中 此时他的心中几乎是认定这少年隐藏了实力 他也是武魄 要真是武士的话 怎么可能催动出如此恐怖的攻击来 瞿副官退无可退 也无路可退 手中急速打出一道道手印 一嘴精血喷出 落入手印之中 随即身躯周空 恐怖的能量顿时从四面八方传来 一股股诡异的能量开始聚集 脸上也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 呼呼 一股巨大大上400米庞大的蓝色水球凭空出现在了上空 恐怖的能量磅驳溃压而出 水球之上 刺眼的蓝芒震人心魄 到了此时 瞿副官也是脸色惨白的可怕 瞿副官轰然控制着这最后凝聚的庞大水球 狠狠撞击向了那庞大的恐怖凤凰能量体而去 两股强悍到了极致的能量怦然相撞 一道乍响随即响彻开去 砰砰砰 力量相撞 静气肆虐 恐怖的能量涟漪带着滔天的火焰波及在数千米之内 空间气流压迫扭曲空间 撕开无数气流裂缝 化作恐怖的龙卷风暴席卷而开 数道恐怖的龙卷风暴陡然席卷而出 携带着毁灭般的力量涟漪席卷天际 啊 远处数十个躲避不及的飞灵门地子 顿时被席卷上了高空 这恐怖的力量席卷 广场尽数断裂出无数裂缝 地面掀翻 一道深深的裂缝蔓延开去 轰然席卷到了飞灵门大殿之前 通隆隆 在这恐怖能量造成的地面裂缝的波及下 飞灵门偌大的大殿军裂 随即静止倒塌 最后带起无数随时 轰隆隆地砸落而下 恐怖的力量带起不绝于耳的音爆之声 整个广场肉眼所见的空间之内 都毁于一旦一味了屏蔽 扑斥 如此恐怖进风席卷 直接是让徐复官身躯震飞开去 护身钢圈军裂破碎 宛如断线风筝一般 嘴中鲜血喷出 全身的骨骼 发出了弄插声响 身形震飞落地 最后重重砸落在地面 地面上轰然砸出了一个小坑 扑斥 徐复官鲜血再次狂喷而出 鲜血中 夹杂着破碎的内脏 砸落的地面上 树道裂缝军裂蔓延开去 好恐怖的力量 所有的飞灵门帝子木凳口呆 此时的他们 才知道这个小掌门的实力竟然是到了这种恐怖的地步 砰 陆少游身躯意识狠狠地震飞在了远处 第三口鲜血喷了出来 身上的清零铠甲已经是暗淡到了失去光泽的地步 掌门 见到陆少游被震飞 所有的弟子顿时冲了过去 张明涛 方兴席 黄博然三人冲得最快 确实正因第一个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我没事 看看那家伙死了没有 陆少游在郑英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郑英随即把陆少游交给了赶上来的方兴席和张明涛等人 到了那徐富官的身躯旁边 此时徐富官早就是没有气息 死得不能够再死了 嘴角鲜血中 有着一堆破碎的内脏 掌门 徐富官死了 郑英回到了陆少游的身边 交给了陆少游一个空间带 正是那徐富官身上之物 嗖嗖 是罗刹门的徐富官 掌门 这是怎么了 四道身影从后空纵身急速而来 落在陆少游身前 注视着周围的一片狼藉还有那地上徐富官的尸体 随即看着陆少游脸色惨白 顿时喝了一跳 四人正是周围后 胡南生等四位闭关的长老 这惊天动地的巨响 也是让他们感觉到响动 急速出关了 嗖 又是一道黑袍身影鬼魅般急速落下 一股阴寒之气顿时让不少人心中不适 正是崔魂独帅东吴命也出关而来 掌门 你没事吧 崔魂独帅注视了周围一眼 眉头一缩对陆少游问道 没事 但只怕是调养几个月了 陆少游苦笑着 随即扔下了一颗丹药在嘴中 对崔魂独帅道 你老要是早出关 就不用我拼命了 这些是什么人 崔魂独帅东吴命注视着地上的尸体 随即目光在那徐富官的身上扫了一下问道 大长老 这是罗刹门的长老 前来我非临门闹事 刚刚被掌门急杀了 郑英对崔魂独帅说道 什么 这徐富官是掌门急杀的 周围后 胡南生 常磊 陈兴杰四位长老惊骇的看着陆少游 不由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凉气 这徐富官的实力他们可知道 刚刚他们见到郑英受伤 还以为是郑英所急杀 都是有些惊讶 此时听说是掌门所急杀 他们简直就是不敢相信 崔魂独帅东无命都是神色中某过了一道惊讶 差异神色 这让他也是难以相信 虽然他知道陆少游可不是一般人 隐藏的可不浅 却是也没有想到陆少游能够到了几杀二重五破的地步 各位长老来得正好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我的要好好的闭关一段时间才行 陆少游苦笑了一下 随即往后山而去 自己必须要立刻调洗养伤才行 嗖 小龙化作了二十厘米大小 跃到了陆少游的肩上 飞灵门中所有的弟子 此时再次见到小龙小小的身躯 却是再也不敢小看了 这小蛇 可是足以抗衡舞破强者的 去吧 这里交给我好了 等你恢复了 我就去灭了罗刹门 崔魂独帅东吴命冷道一声 一股寒意弥漫 招惹飞灵门 就是招惹他 以他的性格 哪能够人由人惹到他的头上来 东老先别动手 你的伤势可还没有好 万一被人注意了 可是不太好了 陆少游连忙足只说道 以这老独物的脾气 还真是说得出做得到的主 现在这老独物也是真心地 加入了飞灵门 招惹飞灵门 就是动他 以他的脾气 自然是不会饶了罗刹门的 哼 崔魂独帅东吴命冷横了一声 陆少游所说的 他自然清楚 自己的仇家天心宗也在古遇 要是暴露了自己 就在飞灵门中 只怕是天心宗也要赶过来对付自己 犹豫了一下 崔魂独帅东吴命道 这笔账那就先记着 罗刹门 我灭定了 一切等我出关再说吧 东老先别冲动 罗刹门 我们迟早要灭 路少游睡完 随即注视着飞灵门众人一眼 目光最后落在了远处飞灵门 陨落的十几个弟子尸体上 道 所有飞灵门弟子听好了 没有实力 那就随时会被击杀 以后给我好好地修炼 今天被罗刹门冲到我们山门内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 你们可以冲到罗刹门山门内 亲自去帮死去的师兄弟报仇 都给我回去修炼 我们要报仇 改天杀到罗刹门去 张明涛大鹤一声 报仇 我们要为门中兄弟报仇 东老 这里交给你了 我先去疗伤 路少游队催魂独帅东吴命说道 有这老毒物出关了 自己也可以放心疗伤 去吧 一切由我 崔魂独帅东吴命说道 掌门 我扶你 放心其福着陆少游 离开这已经是一围平地的广场 前往住所而去 第176章四系舞者 此师妹 这徐副官真是掌门急杀的麻 陆少游离开后 周遇后随即对正英问道 心中到现在也是有些不相信一般 那徐副官可是二重五魄的修为 此时胡南生等人和崔魂独帅东吴命都是注视向了正英 也是很好奇 徐副官有着白玉金丝手套 我受伤之后 正要通知你们出来 掌门却说不用 心子出手 你们来的时候 刚刚急杀了徐副官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可这是事实 这徐副官的确是掌门所急杀 正英微微吸了一口气 别说是其他人不相信了 他亲眼所见 都是有些觉得不可思议 随即脸色一变 看了众人一眼 再次道 掌门刚刚施展了土系武技 木系武技和火系武技 上次掌门对罗刹门中的一个弟子出手的时候 我见掌门施展的是水系武技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掌门是四系武者 什么 四系武者 正长老你确定没有看错 胡男生顿时惊讶问道 你觉得我会看错吗 正英微微说道 天啊 四系武者 所有的人再次倒吸了一口凉气 全身颤抖起来 正英也是五破层次修为者 这一点上 自然是不会看错的 四系武者 这种天赋绝对是千万钟无疑了 只有传说中才会有这种天赋的人 没想到这些小掌门竟然是四系武者 以后我们飞灵门有希望了 周玉后忍不住激动说道 四系武者 五十层次就能够急杀五破 有这种掌门在 飞灵门何愁没有出头的一天 这小子 隐藏得太深了 改天一定要好好的审审他才行 四系武者 不可思议啊 崔魂独帅东吴命南南道 眼中目光满是惊讶之色 他最了解四系武者代表的含义 修为层次越高 多系武者的恐怖之处就越是明显 一个双系武者就已经是让人恐怖了 四系武者 那绝对是极度恐怖的 陆星童一直是待在住所 陆少游到了住所的时候 看着陆少游浑身是伤 顿时喝了一跳 哥哥 你受伤了 陆少游担忧的到了陆少游面前 担心着急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没事的 调息一会就好 陆少游拍了拍陆星童的小脑袋 周十一番后 陆少游随即到了后山山洞内 掏出淋浴床 陆少游再次往嘴中赛进了一颗三品后 接疗伤丹药 盘膝而坐 开始缓缓调息起来 这次消耗殆尽 伤势也不轻 还好有清零铠甲护身 否则的话 急杀了那徐副官 自己只怕是也要五脏六腑全震碎了 这次急杀徐副官 虽然是自己也身受重伤 但陆少游心底却是十分高兴 自己二重五师的实力 拼命之下 却也是做到了越级急杀对手 虽然说那徐副官和正英交手的时候 已经是消耗不少 同时自己也加上了小龙的帮忙 要不是有小龙在 自己也没有时间催动最后的朱雀爵 但总的说来 那徐副官是二重五魄 自己个人的实力要是拼命之下 要对付一重五魄应该差不多 就算是无法急杀 但是要保命的下 估计不难 何况这一次 自己的灵力和风系五技也都没有施展 对于楼中楼急杀对手 陆少游心中已经是没有什么好高兴的了 自己现在二重五师的修为实力 但是身体强悍度比起同级中的修为者 可是强得太多了 又有防御五技在身 同时自己的丹田气海 比起同级修为者要大得多 经脉宽度和厚度也是墙上不少 急杀同级修为者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难度 除非对方也是有着不少的手段在身 屏障着自己的种种优势 陆少游对于急杀三重五五师 四重五师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自己每次修炼都是吃尽了苦头 几乎是可以用命悬一线来形容 修炼五技也是比起别人吃苦的多 要是楼中楼急杀对手都办不到 那自己也就直接一头撞死算了 但是这次急杀徐副官却是不一样 急杀三重 四重的五师那是月曾急杀 急杀徐副官 这是月积急杀了 这才是让陆少游心中高星激动的地方 月曾急杀和月积急杀 又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片刻之后 陆少游也进入到了调习的状态之中 周身萦绕在了一圈淡淡的土黄色光芒之下 脸上惨白之色 也逐渐地开始吞去 时间缓缓而过 飞临门中一片狼藉 整个广场四分五裂一为平地 就连那大殿也完全崩塌 众位长老商议之后 最后请示了崔魂独帅东吴命 干脆就另外重建大殿 反正现在飞临门也不缺钱了 此时崔魂独帅东吴命对这几个长老也没有再冷意弥漫了 面对几人的时候 有时候还挂着一丝微笑 让这几个长老心中顿时轻松了不少 否则的话 特别是胡南生 常磊 陈兴杰三人 在崔魂独帅东吴命的面前 可是连大气也不敢出 可不敢招惹到崔魂独帅 至于崔魂独帅东吴命的身份 现在他们也没有人知道 飞临门中所有的弟子也都只是知道这位神秘的大长老 掌门称呼叫做东老 其他的一切无人知晓 陆少游这样做 也是为了隐藏老独物的身份 免得曝露了身份招惹到了那天新宗前来 好个飞临门 真是胆大包天 掌门 我们可不能够饶了飞临门 离击杀徐副官的一天之后 罗刹门大殿之内 十数道身影在其中 不少人都是暴怒而起 浑身怒意弥漫 在罗刹门的查探之下 徐副官一行罗刹门弟子 竟然是全部被击杀 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来 这让罗刹门中的众人暴怒不已 这附近可都是罗刹门的地盘 现在飞临门光明正大的击杀了罗刹门的一个长老 要是罗刹门没有什么动作的话 只怕是也无法在此地立足了 可知道徐长老是被何人击杀的 飞临门中的几人 只怕是没有人有这个实力吧 上手罗刹门掌门邓锋梁道 这就不知道了 三十个弟子 全部被击杀 我们无法得到任何的消息 一个灰袍长老说道 掌门 现在外面不少人都是在议论着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给飞临门一点颜色看看 另外一个黑色长发老者道 飞临门我们自然是要对付 只是这一切 我们要调查清楚才好 免得到时候吃亏 邓锋梁虽然是个头五大山粗 却是心细如发 飞临门能够击杀徐副官 一个弟子也没有逃出 只怕是有些不对劲 掌门 徐长老也可能是被飞临门中的人围攻所击杀 我们多去几人 就算是飞临门中有强者 也不拒了 右侧一个一向是不太说话的白发老者淡淡道 那飞临门所留的密室之物 我们罗刹门必须要得到 要是晚了的话 我怕是会再生出什么变过来 那好吧 韩长老去的话我也放心 就由韩长老前去 另外 罗长老 白长老 端木长老 杜长老也一起前去一趟 邓锋梁唯唯说道 对那白发老者可是极为尊敬 韩长老肯去的话 那真是太好了 灭他飞临门也足够了 那灰袍长老道 众人可是很清楚 韩长老可是罗刹门中唯一的一个两代长老了 上代掌门建在的时候 韩长老就已经是罗刹门长老 韩长老的实力也要在掌门之上 九重五魄的修为 比起掌门八重五魄的修为还要强上一层 我倒要看看 一个飞临门会有什么强者 要不是因为那密室之物 我们又岂会容忍飞临门存在这么久 白发老者冷喝一声 眼中凌厉目光一扫而过 秋风萧萧 满地落叶枯黄 随风飘散 凌乱地扑在了大道上 一片山脉中 崇山峻岭之间 一条曲曲弯弯的石道划破天津一般 直指山顶 一片轰隆隆的铁骑声呼啸而起 震动的山林之上满树枯黄树叶刷刷随风而落 石道上 一片枯叶被席卷飞舞 随着上百铁骑奔腾而起 带起一片尘土飞扬 上百人骑着骏马奔腾而去 穿过一个大阵 呼啸前往另外一个山脉 当先一人 百发飘扬 六群年纪左右 全身气息强悍无比 这老者的身后 还有着另外一个灰袍老者和三个大汉 周身气息也是强悍无比 天啊 竟然是罗刹门的韩长老 还有另外四个长老一起 这气势汹汹的到底是去哪里 你还不知道吗 听说前天罗刹门的徐长老被飞灵门杀了 前面就是飞灵门 这回估计是罗刹门前去报仇了 怎么可能 飞灵门的实力 怎么可能去招惹罗刹门呢 这就不知道了 有韩长老带队 估计飞灵门这些惨了 非被灭门不可 谁让他们得罪了罗刹门 第177章一招灭杀 这就不知道了 有韩长老带队 估计飞灵门这些惨了 非被灭门不可 谁让他们得罪了罗刹门 一路之上 不少人驻足观望打亮着 纷纷低头议论 有些好事之人 更加是大胆地远远跟在了罗刹门众人的身后 快点 都别偷懒 谁偷懒 下个月的丹药就没有了 飞灵门中 原本倒塌的大殿建筑 此时已经是被完全拆除 数百个弟子正在忙碌着修建大殿 周遇后正在一旁不停地吆喝着 飞灵门所有弟子回会和一道声音凭空穿透在了空间 声音不大 却是落在了所有人的耳中 话音落下 随即一道身影意识落在了前空 一股寒意扩展 正是崔魂独帅东吴命 大长老 发生什么事了 正因 周遇后 湖南生五人顿时到了崔魂独帅东吴命的身边问道 应该是罗刹门的人来了 我们去外面看看吧 崔魂独帅淡淡地说道 眼中抹过一股滔天寒意 让周围的周遇后等人都是忍不住到了一个寒战 走 所有弟子随我去外面看看 湖南生大喝一声 有着大长老在 他可不怕那罗刹门了 罗刹门还敢来 这次让他们好看 一众弟子也是放下手中胡忌 掏出兵器 浩浩荡荡地前往山门外而去 山门外 崔魂独帅东吴命示意众人停住脚步 淡淡地注视着前方 此时周围一片安静 正有底子想要出口问那罗刹门的人在哪的时候 一片震荡声正由远而近传来 当当一片铁骑踢踏声浩荡呼啸而来 片刻之后 上百道身影出现在了非邻门众人的眼前 带起一片尘土飞扬 停 片刻之后 这上百道身影已经是离非邻门只有五百米的距离 白发老者挥手一停 白马个人停住身躯 一股巨大的风浪呼啸涌向了非邻门众人 哼 催魂独帅东吴命冷恒一声 飞袍一抖 一股巨大空间波浪瞬间凭空涌出 两股风浪碰触在了一起 瞬间消散于无形 眼见催魂独帅东吴命这一手 罗刹门中那数个长老都是脸色惊讶 非邻门 你们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急杀我罗刹门长老 今天 我就灭了你非邻门 白发老者冷恒一声 目光在一众非邻门弟子的身上扫过 最后落在了催魂独帅东吴命的身上 眉头微微一皱 这黑袍老者身上的气息 他都看不透 隐约有着一股危险的感觉出现 是韩长生 他竟然来了 周遇后脸色微微一变 非邻门的几位元长老自然也是认识这韩长生的 据说这韩长生已经是快要突破到武将层次了 而此时见到除了这韩长生之外 还有这四个罗刹门的长老一起前来 周遇后等人也是惊讶不已 那上百的弟子也是实力不凡 这来的可都是罗刹门的精锐了 暗叹这罗刹门还真是舍得 小小舞魄 我没去灭你罗刹门 你们竟然还敢来我非邻门 催魂独帅东吴命淡淡的看了一眼罗刹门前来的一百人 这种实力又怎么会让他看在眼中 此时身上的伤势 上次服用了一颗六品丹药后 已经是好上了小半 要对付这几个武魄修为者 足够了 阁下不是非邻门的人吧 你是谁 要是和非邻门没有关系 何不自行离去 罗刹门的那百法老者韩长生注视着催魂独帅东吴命 眉头一皱 也是有些顾及 我是谁 你们还不配知道 竟然来了 就都去死吧 一股淡淡的含义 从催魂独帅东吴命的身上扩散开来 随即回头对周玉后等人说道 这五个武魄全部交给我就好 其他人一个也不许活着离开 话音落下 催魂独帅东吴命周身一股黑芒瞬间暴涌而出 整个空间之内 温度骤然下降 就像是瞬间掉到了冰窟一般 大长老放心 一个也跑不掉 胡男生硬道 对方五个武魄修为者被大长老一人对付了 剩下的九十几人 也只有三十个武师修为而已 最高的才武中武师修为 他们五人加上非灵门众人 要围剿 一个也跑不掉 赤灵者 感觉到催魂独帅身上的气息 韩长生脸色顿时一变 你们要来送死 那就都去死吧 话音未落 催魂独帅东吴命冷意扩展 身躯暴略而起 面前空间一阵扭曲 玄节寒气缭绕间 一片黑芒穿透空间 话音落下的时候 便是直接到了韩长生的身边 好强的实力 是灵王 不 是灵帅强者 大家快跑 此时催魂独帅东吴命周身气息尽数扩展 韩长生这才窥探出对方的实力 瞬间脸色大害而起 一股巨大的威压笼罩而下 他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起来 这完全就超出了他的意料 跑 来不及了 催魂独帅冷喝一声 手印一推 顿时空间一阵剧烈战斗 一天黑芒带着刺鼻难闻的气息 便是铺天盖地的暴摄而出 那密集的范围只笼罩在方圆上千米空间之内 飞芒撕裂空间 感受到这强悍的气息 罗刹门众人都是感觉到体内真气之赛 实力只有五图层次的弟子 直接从马屁上摔倒在地 毒气入体 满嘴吐出黑色泡沫 想办法逃 韩长生大喝一声 脸色已经是一片惨白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是一个灵帅超级强者 早知道的话 他哪里还敢来招惹 就算是鬼武宗也不敢轻易前来招惹吧 韩长生手中手印急速打出 一股狂暴的土属性真气暴涌而出 瞬间凝聚成了一到上百米的庞大 拳印轰然暴略向了催魂独帅东无命而去 一路震开空间波纹 阴暴之声犹如闷雷般地在半空响彻开去 萤火之光岂可和昊月真灰 小小舞魄 就算你九重舞魄 在我眼中也就是蝼蚁而已 催魂独帅冷恒一声 身躯悬空而立 灵力杀意笼罩全场 手中黑芒汇聚 却是随即凝聚成一到五十米大小的黑色拳印 瞬间带着刺耳的破风声 骤然而出 砰砰 两道拳印相碰触 韩长生的拳印瞬间被摧毁成了一片土黄色的碎片 最后被漫天的黑芒腐蚀成了烟雾 与此同时 催魂独帅东无命凝聚的拳印猛然收缩 化作正常拳头大小 弥漫着刺眼星际的黑芒 拳印穿透空间 空间直接崩塌 随即重重的轰击在韩长生胸膛之上 砰 韩长生根本无法可躲 对方的速度宛如鬼魅 快到他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一道距离倾泻而下 身躯瞬间被震飞 庞大的力量倾泻而下 直接狠狠撞击向了他的五脏六腑 还有着一股恐怖能量 则是直接撞击向了他的灵魂而去 最恐怖的是 这攻击力中还有着一股剧毒 正在腐蚀他体内的一切 扑痴 只是瞬间 韩长生嘴中一道污血夹杂着破碎的内脏喷出 就连内脏都是成了漆黑之色 双眼发白 瞳孔扩散 再无生气 只是一个照面 便是被催魂独帅东吴命一招灭杀 给我杀 一个不留 随着催魂独帅东吴命出手 胡南生大喝一声 脚下真气一闪 脚步闪电般地向前扑去 胡南生的身后 周遇后 陈兴杰等人和一众弟子意识直扑而去 现在非灵门的弟子可不是当初了 没有任何人害怕 一个个拼命一般而上 砰砰砰 瞬间场中就混战在了一起 能量爆破声不绝于耳 逃 快逃 非灵门有灵帅强者 剩下的罗刹门四个长老脸色喝得惨白无比 在灵帅强者的面前 他们毫无抗衡之力 韩长生长老一招就被击杀 他们连半招都无法抗衡下来 想逃 晚了 催魂独帅东吴命冷到一声 身躯凌空而立 杀气大展 手中一道道诡异的手印瞬间结出 漫天空间中 陡然黑芒肆虐 刺鼻难闻的气息弥漫空间 黑芒之内 四道黑色触角一般静气包略穿透空间 瞬间击射而出 急速暴射向了四个罗刹门舞破长老而去 四个舞破修为者 一个五中舞破 一个四中舞破 两个三重舞破 实力都是不弱 身躯急速而逃 却是在这漫天的黑芒笼罩中 身影像是完全被束缚一般 根本无法逃出黑芒空间 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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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黑色静气直接撕开空间 携带着惊人寒气 轰然而至 直指四人后背 第178章雪石突破 四人脸色惨白中布置起 虎身刚圈 感觉到身后狂暴的静气 已经是惊骇而起 四人都是后悔要来这飞灵门了 好处没有捞到 反而是要把命丢在飞灵门了 可现在似乎后悔已经晚了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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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道黑芒闪电般而至 带着刺骨的寒镜 化为一道道残影黑光 低沉的阴暴在这凶猛力量下 直接穿透四人护身钢圈 护身钢圈军裂 就像是被带着腐蚀性之物所腐蚀了一般 顷刻化作了烟雾 而四道黑芒流光此刻竞数倾泻在了四人的身上 狂暴之力震开空间 扑痴 四人几乎同时一口烟红鲜血喷出 身躯直接是被震飞而去 各自一个血洞从身前穿透前胸 碰碰 四具尸体倒在了地上 四人一招就被击杀 这种实力 让周围一众的飞灵门弟子感觉到了极度的震撼 大长老的实力 竟然是恐怖如斯 杀 长磊众人大喝而起 脚下真气闪动 身躯在人群中穿梭 骏马斯鸣 人生悲鸣 不断有罗刹门弟子被击杀 整个空间一片血腥 地上绿草竹竟被染成了血红色 逃 长老都死了 快逃 罗刹门剩下的弟子已经不多 一个个冲出包围圈 却是早就被飞灵门五个长老封锁了空间 根本无法逃脱 砰砰 巨大的音爆声不停响起 人羊马翻中 罗刹门最后一个三重武师修为弟子 也被湖南升级杀掌下 崔魂独帅东吴命级杀了五个武破后 便没有再出手 而是站在一旁注视着 唯唯注视着远方有着不少人在看热闹 也没有多说什么 见罗刹门所有人已被击杀 这才开口说道 把空间带收好到时候交给掌门 收拾一下后 该干嘛就干嘛去 话音落下 崔魂独帅东吴命身影鬼魅般的消失在了原地 让一众弟子暗叹不已 这大长老的实力 简直是太可怕了 快点 把这些尸体都烧了 回去继续修建大殿 湖南升大声说道 此时 在数千米之外 有着不少人目视着这一切 都是惊骇不已 罗刹门上百人 还都是门中的精锐 竟然是片刻就被击杀 一个不留 非灵门的实力竟然这么可怕了 韩长生一招就被击杀 那强者太可怕了 只怕是已经到了武王地步了吧 我看还像是灵者 不像是武者 那强者凌空而立 只有武帅强者才能够做到 是武帅 以后看到非灵门的人 我们还是不要招惹得好 这下只怕是该罗刹门倒霉了 精锐弟子死了大半 加上那徐副官 长老都死了六个了 原处众人惊叹地议论着 久久之后才离去 时间缓缓而过 外面的一切 陆少游在闭关疗伤之中 也并不知情 也无需担心 有着老毒物在镇守山门 非灵门那就是铁打的一般 这一般的势力 根本无法得了非灵门 随着调习养伤 陆少游感觉着体内的伤势 也正在快速地恢复着 看样子 伤势比起自己估计的 还要提前几天就能够恢复 就在非灵门禁述 击杀罗刹门上百精锐 弟子的当天 非灵门中有着强者的消息 也是传开在了附近 让周围不少镇子 都是惊讶不已 入夜时分 罗刹门大殿之内 却是有着数人在座 每个人脸色暴怒中 又夹杂着一丝恐慌 啪 大殿上手 邓风良一掌直接把身旁一掌 大桌拍成了碎片 掌门 韩长老等人全部被击杀 上百精锐弟子全部身亡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想到非灵门的实力 竟然是强到了这种地步 只怕是现在非灵门 正在打算要对付我罗刹门了吧 大殿中几个长老说道 各自神色都是不太好看 哼 他非灵门敢 我明天一早就去一趟鬼武宗 这个仇 我罗刹门必须要报 邓风良脸色大怒道 掌门 鬼武宗能够帮我们报筹吗 一个白衣长山长老问道 诸位长老放心 我们说什么也是鬼武宗外门势力 我们的事情 鬼武宗不会不管 何况 还有着非灵门密室在 鬼武宗一定会感兴趣的 邓风良说道 掌门 这道鬼武宗来回也需要好十几天的时间 要是这几天 非灵门的人找上门来 我们该怎么办 另外一个长老说道 我乘坐飞行妖兽去 三天就足够了 非灵门 我一定要灭 邓风良冷道 一处连绵的群山之中 群山之内 围额的云风四周翘壁生辉 山腰之上 掩映着雕炎玲珑的一片偌大的建筑群 原本的满山苍翠 此时也是一片蛋黄 一座山峰之上 山上树木繁茂 此时落叶飘零 入目一片秋翼 微风刮过 带着一片寒意 冬天已经快到了 山峰之上 一道倩影飞舞 手中长剑画出无数剑影 剑影时而有如灵蛇出动 时而就像风龙冲天一般 带起一片阴暴之声不绝于耳 满山落叶飞舞 伴随着剑影流光闪烁 远远看去 这倩影的主人绝美无比 身材曼妙 伴随着剑舞落叶 让人惊畏天人 当久久之后 此女这才收剑入鞘 衣衫随风而动 满头黑发青阳 明眸不语 眉间带着一丝淡淡的仇意 无双姐的实力可是越来越强了 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两道倩影一直是坐在原处 正是独孤冰蓝和其丫鬟翠玉 冰蓝 翠玉 你们就别笑话我了 女子回过头来后 看着两人唯唯一笑 除了陆无双之外 自然是不会有别人了 无双姐 我们哪敢笑话你啊 昨天我可是听说 你已经击败了龙榜第四十二名 让不少内门长老都是惊叹了 翠玉鸣嘴一笑道 你这丫头也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实力只怕是不简单吧 说不定我都不是对手 陆无双瞪了翠玉一眼笑道 无双姐 你这可是冤枉我了 我就会点三脚猫功夫而已 翠玉眼眸一眨 带着一丝机灵目光微微笑道 今天是她生辰 十七岁了吧 陆无双注视着远处南南道 无双姐 今天是谁生辰 独孤冰岚上前说道 今天是少游的生辰 可惜她现在还是生死不明 陆无双倾道 愁眉紧锁 注视着手中的青月剑 眼中有着湿润 无双姐不要太难过了 要是少游还活着 一定会来云阳踪的 独孤冰岚微微说道 但愿吧 陆无双轻轻一探 就快一年了 还没有下落 活着的机会 几乎为零 或者说 根本就不可能还活着 这快一年中 她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呼 煽动中 陆少游停止了调息 缓缓从心中呼出了一口浊气来 脸色已经是恢复了不少的红润 感觉着体内的伤势已经是好了上七成 陆少游微微一笑 伤势比起自己估计中 还要好得快很多 咦 就在此时 陆少游微微惊讶了一下 脑海中传来一股波动 迅速收起淋浴床后 离开了山洞内 非灵门的后山之众 一股巨大威压冲天而起 周围野兽感觉到这一股巨大的威压 纷纷匍匐在地不敢动弹 连移动身躯的勇气都没有 陆少游出现在后山的时候 只见前空之中 天赤雪狮巨大的身躯正盘旋在半空中 一股无形的气息笼罩周空 气息逐渐在攀升 痴痴 小龙盘旋在了陆少游的肩膀上 小眼睛注视着上空中的天赤雪狮 性子吞吐不停 嗖 一道黑袍身影意识闪电 斑落在了陆少游的身边 正是崔魂独帅东无命 此时崔魂独帅东无命注视着半空中的天赤雪狮 微微惊讶 道 天赤雪狮竟然要突破了 恩 要突破了 陆少游轻道 天赤雪狮本来就是二阶后期妖兽 此时突破 并没有什么太惊讶的 比小子伤势倒是好得挺快的 崔魂独帅东无命 这才注视着陆少游 感觉着陆少游脸上的气色 知道陆少游伤势已无大碍 伤得不是太重 陆少游微微一笑 随即道 东老 这几天可有事情发生吗 前几天罗刹门来了一个九重五破 还有四个也是五破层次 我顺手全部解决了 崔魂独帅东无命淡淡说道 仿佛那些人不是他杀的一般 九重五破 陆少游眉头一皱 随即看了崔魂独帅东无命一眼 道 还好有东老在飞灵门坐镇 对了 我正有事情问你小子呢 崔魂独帅东无命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来 注视着陆少游问道 你小子是不是四系舞者 第179章太变态了 陆少游看了崔魂独帅东无命一眼 随即微微摇头说道 不是 我就怀疑 四系舞者怎么会轻易就有 你小子要是四系舞者 我怎么会看不出来 崔魂独帅东无命看了陆少游一眼说道 不瞒东老 小子不是四系舞者 而是全系舞者 只是一直有所隐瞒而已 陆少游淡淡说道 反正自己现在就查封属性没有曝露了 迟早老独物也会知道 就不必隐瞒自己人了 什么 你是全系舞者 崔魂独帅东无命刚刚才回过一口气来 此时听到陆少游的话 顿时惊讶的目瞪口呆来 道 你小子可别忽悠我 呼呼 陆少游唯唯一笑 手印唯唯打出 随即周身黄 红 蓝 绿 白舞到光芒汇聚 五谷属性充斥一闪而逝 全系属性 全系舞者 你小子太变态了 崔魂独帅东无命顿时惊讶地跳了起来 四系舞者他已经是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而此时见到陆少游五谷属性 顿时惊讶地目瞪口呆 东老小声一点 小子还不想在外人面前曝露 陆少游倾道 心中暗道 全系舞者就让老独物跳了起来 也太没有定力了 还是独帅强者呢 要是告诉他自己同时还是灵者的话 那这老独物还不得晕过去 崔魂独帅东无命注视着陆少游 眼中已经是充满了异样的目光 片刻后深呼吸下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的凉气 道 你小子隐藏的还真是深啊 五系舞者 要是被那些大门大派知道了 非抓着你强行入门不可 嗖嗖 也在此时 五道身影急速赶来 正是周云海 正英 湖南生五个长老 五人感觉到后山突兀一股强悍气息后 就急速看来查探 确实见到了掌门的坐骑正在突破 见过掌门 五人行礼 不必多礼 路少游轻道一声 继续是注视着上空中气息一路攀升的天赤雪狮 此时狂暴的气息暴涌而出 一股万兽之王的威压溃压而下 这气势 让五破强者都是有些震惊 难道 这是传说中的天赤雪狮 这气息不像是一般妖兽 不错 我也听说过这天赤雪狮 据说血脉极高 能够突破到八阶妖兽层次 这应该就是天赤雪狮了 胡南生等人注视着上空中的天赤雪狮打亮着 随即开始议论起来 也隐约是猜测到了天赤雪狮的身份 不错 这正是天赤雪狮 路少游队五人说道 天啊 真是天赤雪狮 这可是极其难得的妖兽啊 五位长老顿时实话 这个小掌门带给他们的惊讶 已经是让他们震惊到麻木了 吼 一声巨大的咆哮声从上空天赤雪狮的嘴中传开 天赤雪狮同灵一般的巨眼睁开 细细飙升 浑身散发着凶煞之气 随着这一道咆哮声传开 一股巨大威压再次加强 周围山脉中的野兽顿时受惊勇退 有的匍匐在地浑身打仗不敢动弹 呼呼 天赤雪狮一股强悍的气息在飙升而起 与此同时的时候 庞大的身躯猛然急速暴涨起来 双翅展开 身躯膨胀一般扩展 身躯没扩展一分 气息就会越发的狂暴起来 八十米 一百米 一百二十米 一百五十米 片刻时间 天赤雪狮身躯就已经是到了一百五十米庞大了 双翅震动 带着呼啸风暴 浩强的气息 要是到了四阶层次 一般武王也无法奈何他 崔魂独帅东吴命探道 天赤雪狮的血脉极高 实力也因此越发的强悍 不是一般的妖兽所能够相比较的 浩强 周玉后几人 都是惊讶不已 这天赤雪狮突破到三阶层次 他们虽然是武破修为 只怕事业无法奈何了 吼吼 久久之后 天赤雪狮周身的气息才平息下来 随即双翅一收 落在了陆少游的身前 寻浮地站在一旁 众人也只有羡慕的份 拥有一只天赤雪狮作为作祭 他们这辈子只怕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不错 这大殿才像样 片刻之后 飞临门的广场上 陆少游注视着此时已经是修其一新的大殿 面积比起以前要大上了两倍之多 大殿前面的广场之上 也是铺满了厚厚的石板 面积也是宽阔了不少 大殿之内 百招数十把座椅 上手最中央 则是一张半人高的朱红大椅 上面刻着龙腾虎跃的图案 显得是霸道异常 这朱红大椅的一旁 左侧此刻也还有着一把稍小的大椅 两侧之上 另有着五把靠椅 大殿之内 也是装潢的大方中带着一丝霸气 比起以前的大殿 可是要强得多了 不错 看着这大殿 陆少游满意一笑 从现在开始 飞临门也算是走入正轨了 众人坐定 陆少游坐在当中霸气大以上 催魂独帅 东吴命则是就坐在陆少游的身边 比起另外的五位长老 座位可是高尚不少 这也是五位长老特意安排的 东老能够和他们同为飞临门长老 已经是给他们脸上贴金了 诸位 你们看 罗刹门的事情我们该如何是好 片刻之后 从众人的口中听说了罗刹门上次来袭的大概情况后 陆少游眉头一皱 对众人问道 掌门 罗刹门中现在韩长生一死 另外也有着徐副官等五个长老被我们所及杀 也就只有剩下了三个长老而已了 加上邓风凉 一共就四个五破 至于其他的弟子 大半的精锐也已经我们所及杀 实力大跌 我们已经是不需要顾及 周玉后说道 周长老的意思 是我们可以灭罗刹门了吗 陆少游问道 这 周玉后犹豫了一下 随即道 有些事情 可能掌门还不是很清楚 杀罗刹门并不用担心 可罗刹门毕竟是鬼武宗的周边实力 我们要是真的灭了罗刹门的话 只怕是鬼武宗也不会甘休 鬼武宗 陆少游倒是没有听说过这鬼武宗 正要说话之时 门外已经是有着一个弟子急速而来 道 见过掌门 见过诸位长老 可是 周玉后开口问道 长老 外面有人自称是鬼武宗的人 要面见掌门 那非灵门弟子回道 来得还真快啊 这鬼武宗是什么来历 陆少游眉头一挑 对众人问道 这鬼武宗乃是古域中一个二流势力 算是二流势力中的中层左右 门中弟子上万 也有五帅层次的强者坐镇 不太好对付 崔魂独帅东无命眉头一皱 淡淡说道 这么强 陆少游心众一臣 这倒是有些麻烦 随即道 周长老 你刚刚说的 罗刹门和鬼武宗 有何关系 掌门 这方圆万里之内 都是鬼武宗的地盘 而罗刹门 只是这鬼武宗外门的实力而已 这附近的几个小镇 所有的商铺 都需要给罗刹门进贡 而罗刹门则是每年要向鬼武宗进贡 估计这次罗刹门吃了亏 这才请来了鬼武宗的人 周遇后顿时说道 原来如此 陆少游心众一臣 这鬼武宗和罗刹门的关系 无疑就是等于云阳宗同路家的关系 青云阵上的地盘可是这云阳宗的 五大家族虽然是管理着青云阵 但归咎起来 也只是仰仗这云阳宗而已 东老 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陆少游随即对崔魂独帅东吴命问道 你去把那鬼武宗的人叫来吧 崔魂独帅东吴命对大殿中那弟子说道 是大长老大弟子应道迅速出了大殿而去 要是我全盛时期 鬼武宗我还并不担心 也就是只有两个武帅而已 不过现在也不是和鬼武宗动手的时候 一旦动手 无非是两败俱伤 非灵门也要受到灭顶之灾 所以还是看看那鬼武宗说什么吧 然后再做决定 崔魂独帅东吴命对众人说道 东老 我担心的是 罗刹门知道我非灵门密室之事 此刻 怕是鬼武宗也知道了此事了 陆少游道 这倒是有些麻烦 崔魂独帅东吴命眉头微微一皱 随即在手印微微一结 一股心神想歪窥探而去 片刻之后 崔魂独帅东吴命道 没想到竟然来的是八重武将 看样子 鬼武宗多半是知道了非灵门留下密室之事了 这事情要是处理不好的话 非灵门不保啊 东老 实在不行 那就动手 大不了我们离开此地 到时候 再卷土重来就好 路少游咬牙冷道 这是下下之策 崔魂独帅东吴命道 鬼武宗来人为首的一个叫做杜云山 火系八重武将 我曾经讲过一次 估计能够认出我来 我先到后面回避一下 这里你见机行事就好 话音落下 崔魂独帅东吴命便是走到了大殿之后 第180章大殿交锋 这非灵门还真是够狂的 知道杜长老你来了 竟然不出来迎接 非灵门内 十数人前来在非灵门一个弟子带领下前往大殿 邓掌门 何必计较这些 我们先去看看再说 当先一人 会刨长发 五旬年纪 此时目光中 也是带着一丝阴厉 原来真是鬼武宗诸位大驾光临 小子前来迎接迟了 还请勿怪 就在此时 树道生影出现 正是陆少游和五位长老 已是 当先挥跑百法的老者顿时停住了脚步 目光落在了陆少游的身上 这位就是我们非灵门的掌门 胡男生说道 小子陆少游 阁下气度不凡 想必阁下就是鬼武宗度长老吧 陆少游微微一笑 刚刚催魂独帅东吴命已经是窥探过此人了 打量着此人 陆少游也是能够猜测出此人就是刚刚催魂独帅东吴命所说的八重武将杜云山了 见到对方竟然是认识自己 杜云山顿时有些惊讶 陆少游此时也是目光迅速在对方一众人的身上扫过 此次来人真是高手如云 一共十五人 除了这杜云山之外 还有着十来个人 从气息上 陆少游猜测着 只怕是还有着两个都是武将修为层次 剩下的无一例外都是武魄修为 而另外一个大汉和三个老者让陆少游目光一亮 正是纳罗沙门中的掌门邓风凉 还有着三个罗刹门的长老 其中一个 就是围攻入侵的最后一人 这一众来人的实力 三个武将 一个还是八重武将 剩下的都是武魄 如此实力 完全就有将非灵门完全摧毁的实力 只不过若是强碰起来 有着催魂独帅东吴命在 这些人也讨不到什么好 但非灵门其他的弟子 确实要受到灭顶之灾了 打亮着这杜云山 一身灰袍长发 浑身充满一股阴冷气息 隐隐外露的气势尽数把周围所有人压制住 八重武将 绝度是属于强者层次的修为了 小小年纪 就是非灵门掌门了 倒是让人意外啊 我等来的催促 倒是打扰了 杜云山清道 脸上确实没有什么神情 看不出变化 此人不好对付 陆少游心中暗道 随即一笑道 诸位远来是客 无论如何我这做主人的 都是要好好的招待一番才行 诸位里面请 也好 那就打扰了 杜云山清道 随即在陆少游的指引下 进入了大殿 陆少游心中一臣在 此人实力强悍 喜怒哀乐不表于色 一般来说 这样的人可都是很难对付的 而这杜云山真是这样不好对付的人 众人坐定 陆少游吩咐弟子端上了美酒点心 也不说其他的 只是一直唯唯笑着 你就是飞灵门的掌门 正好 你飞灵门前为何急杀我罗刹门一众长老和弟子 你急杀我罗刹门的人 就是急杀鬼武宗的人 你倒是当着杜长老的面 给我一个交代 此时 那等风凉终于是忍耐不住了 牧师着陆少游问道 罗刹门 我飞灵门弟子最近从来没有离开山门 不知道在哪急杀了罗刹门的弟子 陆少游故作惊恶 随即吃惊问道 你小子还狡辩 就在你飞灵门中 先急杀了我罗刹门徐副官长老 后急杀了我罗刹门韩长生一众长老和上百弟子 你飞灵门好大的胆子 不把我罗刹门看在眼中就算了 竟然还不把鬼武宗看在眼中麻 邓风凉怒道 无耻 陆少游暗骂了一句 这邓风凉还真是无耻的 硬是要把罗刹门扯到鬼武宗去 这件事情 我也希望飞灵门给我一个交代 这毕竟也是我鬼武宗的地盘 出了这种事情 我鬼武宗也不能够袖手旷观 杜云山脸色抽搐了两下 随即对陆少游说道 杜长老 小子可不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 陆少游一副谦虚的模样 对杜云山问道 当然可以 杜云山找不到理由拒绝 要是有人不请自来冲入鬼武宗 还要出言不逊 那鬼武宗会怎么处置呢 陆少游唯唯问道 当然是杀无赦 杜云山冷道一声 杜长老 你刚刚也听到了 罗刹门的人是在我飞灵门被杀的 我倒是想起来了 千几天来了一些人 道我飞灵门就是不请自来 还要出言不逊 欺辱我飞灵门的人 我还以为是 那个不知礼数的佣兵团呢 这才尽数几杀 没想到是罗刹门的人 鬼武宗威名在外 罗刹门这不是给鬼武宗丢人抹黑吗 陆少游淡淡地注视着 邓丰凉和杜云山两人说道 此话一出 鬼武宗中的众人都是不由一处 没想到这少年如此牙尖嘴利的 这古域之中 本来就是凭实力说话 罗刹门有这个实力 闯入飞灵门根本就不是事情 可问题是 陆少游现在也把事情扯到了鬼武宗 鬼武宗在古域之中 那也是大名鼎鼎的门派 能够在古域立足 只怕是形式作风比起罗刹门要更加了 可有些事情 这些大门派可以暗中做 但却是不能够明中说 就像是这罗刹门闯入到了飞灵门一样 要是鬼武宗的话 只怕是直接就会把飞灵门灭了 可在没有理由可借口的情况下 鬼武宗要灭飞灵门 也只好暗中做 这就是因为大门派会有顾忌 到了鬼武宗这样有了一定的势力 有了民生之后 就要顾及着自己的民生 这很重要 民生太坏了 其他的实力就会提防着 也会受到排挤 尽管所有的大门大派 暗地里都是相差无几 可表面上 还是要讲道理的 邓掌门 可有此事 杜云山回头看了邓风良一眼 脸色中抽搐了一下 也是心中一沉 没想到自己竟然是被绕进去了 此刻要是自己明着袒护罗刹门 可就是损了鬼武宗的脸面 鬼武宗的脸面 比起罗刹门来 可是要重要的多了 这 邓风良一愣 瞪了路少游一眼 随即怒道 没有这回事 我罗刹门中徐长老 因为其表兄黄海坡被飞灵门击杀 这才来打探事情经过 没想到被飞灵门击杀 我罗刹门这才来问飞灵门为何击杀徐长老 结果上百弟子 全部被飞灵门所击杀了 黄海坡乃是我飞灵门判门长老 愚人联手击杀我飞灵门上任掌门 被我飞灵门击杀 关你罗刹门何事 你罗刹门来兴师问罪 难道和黄海坡联手击杀我飞灵门上任掌门的 就是你罗刹门的人不成 路少游陡然冷喝一声 一道冷意弥漫 瞬间笼罩在了那等风凉的身上 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我就灭了你飞灵门 邓风凉眼中杀鸡一现 顿时冷恒一声道 话音一落 这邓风凉已经是纵身而起 右手一拳发出猛烈的炽热蒸气 直接朝路少游轰去 全硬化空而过 直接震开空间波纹 狂暴的拳气竟将空气压砸的劈啪乱响 一股炽热气息瞬间在大殿蔓延 随着邓风凉的出手 杜云山脸色眉头唯唯一条也没有阻止 眼看这一拳狂暴袭击而来 路少游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立刻逃 这邓风凉八重火系舞破 自己可不是对手 小小舞破 给我滚回去 就在此时的时候 一道冰冷的声音陡然在大殿中响起传开 听到这一道声音 路少游原本欲逃离的身形随即面带微笑 坐在原地不动 也在此时的时候 邓风凉原本攻击向路少游的一拳 此时数十道黑色流光突然凭空暴射而出 瞬间暴略向了邓风凉这一拳而去 黑色流光紧紧包裹全硬 瞬间在上空中接连爆破 啪啪啪啪 黑色流光每爆破一声 邓风凉的身影就向后陡然震退一步 当到了第十道爆破声的时候 一道黑色流光直接摧毁邓风凉的全硬光芒 轰然暴略进了邓风凉的拳头之内 砰砰 邓风凉身躯轰然阵飞而起 狠狠地摔在了大殿后面的墙壁上 嘴中已经是一道鲜血直接喷出 随着这突然的变故 众人脸色大为惊骇 所有人顿时严阵以待地站了起来 请问阁下是哪位高人 可否现身一见 杜云山没有理会那等风凉 而是和身边的两个武将强者一起注视 向了大殿后面 神情极为惊骇 杜云山 我是谁你就不必要管了 你还不够资格 回去告诉代劳鬼 我非邻门的事情 你鬼武宗就不必要管了 否则的话 我就去你鬼武宗走上一趟 至于罗刹门以后就由非邻门代替 罗刹门每年给鬼武宗进贡多少 我非邻门召给 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大殿内转出 落在每个人的耳中 却是宛若惊雷 震得头晕眼花